夜晚,苏云接到了表妹的电话 明早11点的车,到江城大概也就是12点 知道表妹来的时间后,又跟她聊了几句才挂掉电话 一夜无话 今天是苏云起得很早,9点就起来了 简单地洗漱一下,开着车往学校去 现在还是早上,校门口的人还算少的 没有那么的拥堵 看着是苏云,保安依然是跟昨天一样的态度 面带讨好的微笑 把苏云放了进去 看着苏云开着车进去 保安在后面那是满满的羡慕和敬畏 昨天才开了一辆两亿的神车 今天又换了一辆不同的车 这大佬真是恐怖如斯 也只能是他仰望的了 苏云今天开的是自己的劳斯莱斯幻影 毕竟今天要带两个人 而且表妹可能会有一些行李之类的东西 开跑车不太合适 来到女生宿舍楼下门口 林雨婷早已在那里等候 她就是一条美丽的风景线 苏云开了过去把她接上车 在众人羡慕的眼光里 带着林雨婷离开 你吃过早餐没有 林雨婷摇了摇头 嘟着小嘴 没有 我也没有 那等一下我们去车站那里再吃吧 哼 神车在手 一路上畅通无阻 很快就来到了车站 时间也才刚刚十一点过 表妹要十二点才能到站 还早得很 苏云自然是带着林雨婷去吃东西 慢慢地等待着 时间慢慢地过去 转眼间就到了十二点了 电话铃声响了起来 哥 我到了 你在哪 快过来接我 好 你在门口等着 我们这就过来 苏云开着车 来到车站门口 一路上自然少不了别人羡慕的眼光 讨论的话语 我操 今天什么牛逼人物来啊 竟然开着劳斯莱斯换引来 好多人都在讨论着 这可是最顶级的豪车品牌 劳斯莱斯啊 最高级别的行政车辆 没想到今天他们竟然在这里看到了 许多人拿出手机拍着照 这绝对是难得一见的 哥 你来没有啊 我怎么没看到你 小丫头的电话又来了 你看一下门口哪里人多 哪里就是我们 是上次我们一起去游玩的车 多 知道了 很快苏云就从车身的反光镜里看到表妹往这边走了过来 手里拖着一个粉色的行李箱 周云云走了过来 果然看到很多人在围着自己表哥的那辆车 他一眼就在人群中看到了这辆车 是表哥带自己游玩的那辆劳斯莱斯 看着他走了过来 苏云和林雨婷都下了车 围观群众也终于看到了两人 我靠 怎么这么两个人这么年轻啊 好帅 好漂亮啊 不知道是哪家的富家公子 绝对是生在罗马 我的梦想啊 无数人都在羡慕着 哥 情姐 看到苏云两人下车 他欢快地跑了过来打了招呼 哥 有没有想我 想你个大头鬼 你个烦人精 苏云故意说道 哼 亭姐不要理他了 他是个大坏蛋 林雨婷眼嘴一笑 好 我听你的 咱们不理他 然后就把行李箱留给了苏云 两个人跑到了车上 苏云云默默推着行李过来 信不信我们把你们给扔在这儿 哦 周云云吐了自己的小蛇 全然不信 这两人上车后就一直在说话 苏云都插不上嘴 只能默默开着车 开着车离开 只留下现场那些震惊和羡慕的眼神 很多人都在猜测着 苏云几人 到底是什么来历 只是为了简简单单接个小丫头 就弄出这么大的排场 经过四十多分钟来到了学校 今天的场景比昨天还要热闹 临近开学的时间越近 很多人都是选择今天来 校门口拥堵了一长串的人群 周云云也是看呆了 人好多呀 没有经过任何的阻拦 苏云开着车进来了 把车停在停车位上下了车 带着表妹周云云去报名 报名地点就在校门口的不远处的那两栋大楼那里 而在校门口还有志愿者在迎接 在座解疑 在引导着 苏云也没提前了解过 自然也不知道报名流程 下了车带着两女直接就奔赴志愿者而来 苏云三人在道路上行走着 迎来了 一阵阵回头 路过的路人 甚至都有些人停着看着他们 一十三人都是超高颜值的俊男靓女 另外一个就是 他们可是看着苏云把车停在车位上的 从车上下来的 就算不懂车 稍微有点眼力见的人 知道那辆车不简单 苏云三人也一点都不简单 好几个人都停不观察着 好奇着苏云几人要做什么 苏云走到一个志愿者的面前 你好 请问可以带下路吗 可 可以 志愿者紧张地说道 苏云可以明显感受到她的紧张 那远超常人的听力 也听到了这个女志愿者 那颗快速跳动的心 苏云露出阳光的微笑 不要紧张 算起来我也是你的学长 我以前也是这个学校的 今天我带我表妹来办理入学 劳驾你带一下路 好 好的 不知道你是哪个学院的 志愿者看向表妹问道 周云云跟她说了一些 自己学院的信息后 志愿者马上就在前面带路 经过跟苏云几人的交谈 她也变得慢慢地安定下来 一路上开始介绍着学校 有说有笑的 选长 你也是我们学校的吗 怎么以前没听说过你 志愿者好奇地问道 刚刚她可是看着是苏云 从那辆价值不菲的豪车上下来 这么一个有钱的人 还这么帅 按理说肯定在学校是那种风云人物 可她却从未在别人那里 听到过苏云的任何信息 苏云哈哈一笑 我骗你有什么好处吗 可能我比较低调吧 志愿者打定主意 打算今天后去打听一下苏云的消息 几人有说有笑地走着 转眼间就来到了报名的大楼处 这里的人非常多 差不多人都汇集到了这里 密密麻麻一大片 几人往人群当中走去 没想到刚一过去就有人喊道 林学姐 你怎么来了 好几个男生的都往他们这里往来 好几个人眼里都露出了激动的神色 别说这些志愿者们 就连那些刚来学校 今天报名的新生们 都把把目光放在了林雨婷身上 没办法 林雨婷太漂亮 太吸睛了 一身白裙 洁白的皮肤 绝美的容颜 空灵的气质 不管是到那 都是绝对的焦点 何况这些刚入学 青春懵懂的学生们 学长 那是谁呀 有人在问着旁边的志愿者学长学姐 那人抬头望了望天空 很是感叹地说道 你进入我们学校就肯定会知道的 我们学校的笑话 当之无愧的第一美女 已经连续蝉联几届笑话评选榜了 不出意外的话 今年还是她 很多人都是眼神一动 在不知不觉中 把自己的腰挺得更直了 都想展露一番自己的风采 也有人在问道 笑话旁边那的帅哥是谁 别说这些新生 就是这好多个老生都是一头雾水 很多女生看着苏云都是春心懵懂 这么一个大帅哥可不常见 怎么以前没在学校听过她的名声 沉默了一会 没人回答这个问题 过了一会儿一个人突然拍了拍自己的脑袋 那不是就是苏云吗 许多人都用疑惑的眼神看着她 等待着她 看着大家好奇询问眼光 她慢慢开口了 你们很多人假期不在学校 不知道也是正常的 说起来 苏云也算是我们的学长 不过她已经从学校毕业一年了 如果你们想了解一下她的光辉事迹 你们去学校的论坛看一看就知道了 好几个人都有疑问 学校论坛 莫非苏云还是一个名人不成 有人一马就拿出了手机 打开了学校论坛 论坛里许多条高评论的热梯 竟然全都是与苏云有关的 好几个人点进去看了一下 卧槽 靠靠靠 6666 这些人口里都在惊呼着 旁边那群不明所以的人 看着他们那么惊讶 很疑惑 不就是逛歌论坛吗 至于这么夸张吗 怎么了 怎么回事 这么夸张 有人开口问道 她鄙视地看了那个问话的人一眼 我只能告诉你 你太肤浅了 那些逛过论坛看过苏云世纪的人 都狂热地看着苏云 男的一脸崇拜的样子 女的一副花痴的样子 我来这里陪我妹妹报名 林雨婷回了那个男生 麻烦你带我表妹进去报一下名 苏云一脸感谢地说道 没有 你客气了 说完她就带着表妹周云云往里面走去 苏云跟林雨婷默默等在外面 让志愿者带着表妹进去报名 他们就没进去 里面人太多了 不可能去里面挤来挤去吧 又没有要事去做 在外面继续等待着 也在听着这些人的议论 许多人的目光都扫向苏云他们这 有的人装作不在意地看向别处 但眼神与光也时不时地飘向这里 刚刚前面那几人表现得太异常了 很多人都管控不了自己的好奇心 纷纷打开了学校的论坛 这不看不要紧 一看那是吓一跳 上面甚至有苏云的介绍 原本是学校的校草 毕业后一年就成为了一个超级富豪 没有人知道他的底牌 只是他目前露出过几辆车 就已经吓死人了 光是苏云表现出来的那三辆车 就已经达到了快三亿的价格 买自己的车都满了三亿 你无法想象他的财产有多丰厚 但毫无疑问的是 苏云家里绝对非常非常有钱 只是不知道他为什么在学校会那么低调 另外就是他的音乐天赋非常的突出 在娱乐圈第一花旦落选而演唱会上 一首晴天震惊整个娱乐圈 横扫各大平台 只是抖音视频点赞量就突破三千万 至今仍然是抖音第一点赞量的记录保持者 有无数的公司都想要签他 但他充耳不闻 毫不在意 所有人看着苏云那都是崇拜和羡慕 这种精力 这种家世 这种天赋 普通人有其中一份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可这全部集中在一个人身上 老天未免有点不公平了 苏云跟林雨婷两人站在外面 自然能感受这些人奇怪的目光 不过他没有丝毫的在意 普通人的眼光根本无法影响自己 他也不需要在乎别人的看法 过了差不多二十分钟 把表妹的入学手续全部办好出来 然后在所有人羡慕、嫉妒、好奇、崇拜的眼光里大不离开 后面苏云又带着表妹一起去买了一些生活用品 吃过晚饭后 然后把她送到了她的宿舍 也把林雨婷送了回去 苏云独自一人回到了自己的云水湾别墅里 刚洗完澡出来 就接到了来自林芷月的电话 怎么了 有什么事吗 苏云疑惑地问道 一般情况下 林芷月都不会打电话联系她 一般最多在微信上聊两句 今天突然打电话给她 苏云还以为发生了什么大事 是这样的 你前面不是让公司派人到各个省份去成立咱们的分公司吗 几十个省份 每个省都有一家分公司 我这边资金有点跟不上了 她有些担心又小声地说的 苏云这一段时间拿出了那么多的资金 她担心苏云资金周转不过来 拿出这么多钱来 会影响到她的手底下其他产业 所以说 她有点担忧 担心苏云是不是不子卖得太大了 多 我知道了 苏云还以为公司遇到了什么大事 原来是缺钱了 那这可是再简单不过的事 苏云直接从系统中 还了5000亿到零纸月的卡上 看着苏云一点都不着急 她却淡定不下来 公司都还出现这么大的缺口了 你一点都不着急啊 正还准备说什么的时候 一条短信冒了出来 打乱了她的思绪 林纸月定睛一看 是银行账户的到账通知 她点开了短信 看着那一长串铃 整个人都麻了 各 说 半 千 华 十万 百万 千万 亿 十亿 白亿 千亿 她的美目和小嘴越张越大 嘴里嚷嚷着 5000亿 5000亿 林纸月看着那一长串数字 瞳孔放大 彻底呆住 说不出的惊讶 她待住了 待了差不多十多秒 苏云看电话里的林纸月一半天没反应 便说了一句 喂 你还好吧 不会是被那笔钱给吓住了吧 你怎么说话的 谁被吓住了呀 我像是那种会被钱给吓住的人吗 电话里的林纸月像是被踩中了尾巴的小猫一样出言反驳道 是吗 没有就好 苏云轻笑一声 你一下拿这么多钱给我 你没事吗 林纸月担忧地说道 说不定惊讶那是假的 谁能看到5000亿不惊讶 别说5000亿的龙果币 就是5000亿张废纸 那也价值不菲 她实在太惊讶了 今天她是临时跟苏云问及的 没有提前说过 说明这5000亿是苏云早就准备好的 一个随随便便被几千亿在自己身边的人 这也太恐怖了吧 苏云云到底是有多少钱呀 世界首富恐怕都不比不上她吧 她默默地想着 原本跟着苏云以来 她已经见识了够广阔的世面 如今的她身为江城商界第一人 很少有什么事能让她惊讶 可今天她是完全傻眼了 M 就算是家里有几座矿山 拿出这么多钱也是非常困难的 她发现这个充满谜底的男人 还是那么的神秘 还是那么的令人着迷 原本她已经以为够了解苏云的了 没想到还远远未看到苏云的底牌 放心拿去用吧 我都跟你说了我不缺钱 钱不重要 重要的是投资是消费 你吩咐其他公司的人尽管用 不过了随时问我要 我还有的是 林芷月听到苏云这话像一块木头一样 被钉在了原地 苏云说的叫什么话 什么叫还有的是 随便用 随便消费 她很想抱一句粗口 这世界太不公平 她甚至怀疑苏云投资这么多公司 并不是来赚钱的 而是来撒钱的 这钱完全没地方消费了 要是苏云知道她此刻的想法 绝对会夸她一句 你可真是个大聪明 你确定 这钱随便用 林芷月再次确定地问了一遍 这可是5000亿 多少人想都不敢想的数字 随便用 不管是投资也好 还是其他也好 都有你来掌控 苏云谢谢你的信任 苏云能感觉到电话里林芷月的激动 谢什么 你都是我的人了 我不信你还信谁 都知道了电话里的林芷月交声道 随后又跟她聊了十多分钟 苏云才挂掉电话 一夜无话 光合医院 院长办公室里 此刻苏云正跟几个人在这里面交谈着 除了周院长外 今天的医院的另外两位合伙人也一起来了 毕竟这个涉及到他们的股份 那么大的金额 他们怎么能不亲眼见证 苏云跟几人都聊了一会儿 无一例外这些人都存有交好之心 话语之间对自己都多有讨好 苏云也是笑脸相迎 伸手不打笑面人 多一个朋友总比多一个敌人要好 聊了一会儿 在法务人员的见证下 苏云正式签字合同 当前一道到他们帐上 几个六十多岁的人 脸上的褶子都笑在了一起 苏总 果然痛快 办事赶紧利落 真是少年英杰啊 苏总 你年纪轻轻就拥有这么大的产业 天才都不足以形容你了 当今世界青年一辈 你是当之无愧第一人 几个人又是一顿彩虹屁轮番轰炸过来 各位前辈 过奖了苏云应付着聊着 等一下我们就召开医院的高层大会 将苏总介绍给医院管理人员 周院长开口说道 好说好说 都是小事 苏云就在医院等待着 他们在通知人召开会议 过了半个小时 有人来办公室里喊苏云几人 一起去开会 走进会议室 没有急事的 能来的人都来了 会议室里坐了二十多个各部门的领导 苏云走进去的时候 他能感觉到所有人都在看着自己 确实 此刻所有人的目光都在苏云身上 虽然说医院的院长 没有把要卖医院的事透露出去 可这些人物身为各部门的实权人物 一些消息还是能得到的 院长让人统计各种数据 他们就有所察觉 知道估计有什么大事发生 很多人还在胡乱地猜想着 不会是要惩罚谁吧 难道是谁在做假账 贪污医院的钱 也有另外的猜想 就是院长要把医院给卖了 他们也在胡乱地猜想着 难道说医院资金链断裂 不会院长要跑路吧 要知道目前医院可是一片上升的趋势 一般人都不会卖医院的 所以他们很疑惑 看着苏云进来 在座的这些高层人员是一头雾水 都在打量着苏云 看他有什么特别之处 尤其是今天 医院另外两位大股东也出面了 往常开会的时候 他们可是不来的 这让大家越发确定今天有不同反响的事发生 几人落座 而苏云就坐在周院长的身旁 看到苏云的座位 他们更惊讶了 感觉已经跟主座平起了 但他们都没有开口 此刻环境还是比较严肃的 今天让大家来召开高层会议 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告诉大家 从今天起 咱们医院已经正是属于苏云苏总的财产 苏云拥有整个医院的股份 说完他还用手引导式地指向了苏云 得 忘 磕 磕 现场一片哗然 所有人都脸色大变 震惊地看着他们的院长和苏云 原本有猜测的只是几个人罢了 大多数人都是没有得知这个消息的 没有任何准备 自家老板告诉他们 公司突然换老总了 这怎么可能不惊讶 一个个眼镜瞪得像圆球 不可思议地看着苏云 我还告诉大家一个消息 苏总不仅是医院的老板 还是云顶世纪投资公司的幕后老板 哇 文靠 所有人看向苏云的目光 既震惊又惊喜 他们自然知道云顶世纪 这一个巨无霸公司 如果换了老板 背靠着云顶世纪这一棵参天大树 那前途绝对要光明得多 未来也更有保障 所有人一瞬间的不安都被惊喜给冲刷掉了 云顶四世纪如日中天 而且听说这个公司非常的厚道 只要是被他收购的公司 被收购活都会进入高速发展 而且员工薪水都会普遍地上涨 可以说如今在员工的心里 很多人都希望和云顶世纪 把他们的公司给收购 这样说不定他们能过得更好 没想到今天这种事落在了他们的头上 许多人都在畅想着未来 背靠云顶世纪这么大的资本 有着绝对的资金支持 那以后医院绝对会进入高速发展阶段 扩大医院规模也好 引进新兴人才也好 引进先进设备也好 这些对于云顶世纪都可以轻松做到 而且他们医院以后还可能做大做强 扩展到其他省份 甚至是在全国范围内开设他们的医院分院 他们根本没有怀疑苏云的身份 这可是自己的老板亲自介绍的 而且他都说把医院卖给苏云了 这总不可能是骗他们的吧 如果是其他人 又有谁能有那个实力 能巧无声息地把医院给收购下来 一时间许多人都有点高兴 兴奋的是能上了苏云这艘大船 周正良看着底下这群跟了自己很久的人 好几个人都是跃跃欲试 脸上带着期待和兴奋 一时间他感叹不已 不过他也能理解 换做是他 他也会期待吧 跟着一个更有前途的人 那总是让人高兴的 况且他又何尝不是跟他们一样呢 在苏云出了那么高的价格以后 便迫不及待地把医院卖给他 这与员工们的兴奋来看 别无二致 一念之间 他已调整好思绪 介绍的我也介绍了一遍 希望大家以后配合好书中的工作 是 好的 没问题 放心吧院长 一瞬间间许多人都回答道 这些人声音都比较大声 还把目光看向苏云 生怕苏云看不见他们的表现 苏云看到这一场面 淡淡一笑 人谁不为利益呢 人之常情 再正常不过 接着周正良把医院的几个 主要的高层负责人介绍给了苏云 苏云在会议上简单讲了几句话 告诉他们一切照旧 表现突出的可以升职加薪 表现最良好 最令人满意的 甚至可以做医院的院长 当时苏云说 表现突出的人可以做院长的时候 办公室里的那些高层 一个两个像打了鸡血似的 瞬间精神摆背 拍着胸口跟苏云保证说 一定把医院经营的更上一层楼 当然院长的事 苏云直接说出来 也是因为周正良打算退休不干了 苏云提前跟他聊过 他已经是六十多岁了 也不年轻了 有了那么多钱 可以安心养老 继续干院长 那个职位也是给自己打工 他也没那个兴致继续做下去 所以苏云不得不重新选一个院长 正好放在会议上讲出来 也可以激励着大家 让大家工作更认真 更有积极性 临出门前 苏云还告诉这些医院的领导人物 告诉他们有什么事可以直接去云顶 世界联络公司的人 有什么需要可以请那边的人 何时投资 听到苏云的话 又是一阵铺天盖地的彩虹屁扑来 苏总英明 领导有方 一定是死跟随着苏总 苏云听这些夸奖的话 听到老简都快出来了 简单说完就离开了会议室 离开会议室后 自然是来到了老师的病房里 叶小柔在一旁看着书 刘燕泽安静地在病床上躺着 看着这小丫头 苏云才想到他们这几天 也应该是开学了 估计是跟学校里请假了 苏云刚一进门 叶小柔就朝自己扑了过来 抱着自己的手臂 摇晃地喊道 苏云哥哥 你来了 苏云摸了摸他柔顺的头发 对 刘老师 这两天感觉怎么样 苏云看向刘燕问道 我感觉很好 感觉身体轻松了很多 他露出一个和善的微笑 苏云看着他的脸色 也确实比前几天好的多 刚开始来时 还记得刘燕老师脸色苍白的不行 眼里也缺少了该有的色彩 该有的希望 今天看来他的面色 变得好看很多 跟平常人差不多 甚至多了一丝红润 而眼神里眉目间都带着笑意 带着希望 跟前两天的他截然不同 看来这几天确实改变很大 苏云想着 估计跟刘老师少了很多烦恼有关 不用为医药费发愁 也有专家诊断心理上对他的大大加持 双层加强来说效果极其明显 苏云又问了他一些问题 关心地聊了一会 便告辞离开了 离开医院后 苏云直接开着自己的劳斯莱斯来了学校 今天过后 表妹就正式开始军训了 而林雨婷也要开始上课了 不过她是最后一学年的上半年 听她说课程比较少 时间来说应该比较宽裕吧 苏云接上了两女来到了自己的酒店 一到包间里 周云云拿出菜单疯狂地挑选起来 那样子是生怕给自己节约一分钱 云云 过了吧 你点那么多吃得完吗 林雨婷在一旁劝说道 你放心吧 有我哥这个胃王在 他有什么吃不下的 等他点完菜后 苏云才问道 云云 住在学校还习惯吗 要不要我给你在学校附近买一间房子 自己这表妹可是从小到大 都是没有住过校的 苏云担心她不习惯 自己当初是没条件 如今有条件了 如果表妹要在外面 那肯定也随她 表妹摇了摇头 不用了 我就住学校里面吧 住外面一个半都没有 那多孤独啊 在学校还可以多认识几个朋友 哼 随便你 反正你有什么需要 有什么困难都可以跟我说 没有你哥我解决不了的困难 苏云笑着放话 周云云吐了吐自己的舌头 一副调皮的样子 你就吹吧 你怎么不说你是超人 苏云淡淡一笑没有说什么 超人 以现在自己的情况来看 那可真算得上是超人 很快饭菜上来了 全是由五星级大厨精心研制的好菜 色香味俱全 几人开始享受这份诱人的美餐 哥 我们等一下去干嘛 吃完后听听着一个饱饱的肚子的周云云问道 你们想去哪玩 还是想去买购物 我听你们的 你们的决定 苏云直接让他们决定 她实在没想好接下来去哪玩 云云 你说呢 林雨婷也开口询问道 她本来就是在这长大的 也没什么好逛的 周云云还是第二次来 以后要在这生活几年 自然是看周云云怎么打算 周云云歪着这个小脑袋瓜子 想了一会儿才开口 我们去逛街吧 在大街上到处转转 正好也熟悉一下这里的环境 好 听你的 就去逛街 苏云一下拍板决定下来 出门后几人就一直步行着 沿着繁华的街道走过 表妹周云云台这个脑袋 好奇地不停地张望着 苏云不由哑然一笑 江城跟自己的老家云江县相比 繁荣程度那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表妹的行为她也能理解 上次来的时候 也没好好带她买礼物 只是陪她买了一些衣服 后面几天差不多都在旅游玩耍 根本就没好好逛过街 周云云和林雨婷在前面走着 云云 等一下 苏云喊道 哥 怎么了 周云云转过头来疑惑地问道 你银行卡是多少啊 我给你转点钱 你自己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出门在外 没钱可不行 苏云刚说完 就看到表妹挽着林雨婷的手臂 飞速地松开了 一下冲了过来 拉着苏云的手 眼巴巴地看着自己 哥 你终于醒悟过来了 怎么现在才想起 你早该给我钱的 这年头没钱寸步难行呀 听到她这话 苏云用手气愤地敲了敲她的头 什么啊 原来早就有这想法了是吧 把你哥我带当提款机了是吧 想要钱没有 别啊 哥 你不绝我这点小钱的 哥 你说的话 你怎么能反悔嘞 表妹摇晃着苏云的手臂 委屈巴巴地看着苏云 好啊 跟我演戏是吧 我不管你 苏云态度很强硬 别 哥 你是我的亲哥 比我亲哥还亲 你不能不管我啊 争扭了一番 苏云给她打了一百万过去 苏云决定先给一百万 给太多也不好 万一迎来别人的亏探就不好了 我给你打了一百万过去 用完了再找我 听到苏云这话 周云云直接呆了 哥 你打这么多钱给我吗 原本她以为苏云最多给她打个几万块 没想到一来就是一百万 她根本没做好这个心理建设 一下就傻眼了 再怎么说 周云云也只是一个高中毕业 刚入大学的新生 以前上高中的时候都是生活比较节俭的 吃穿用度都是在家里 又能花去多少钱呢 说实话 她都没见过这么大一笔钱 上次来苏云给她买了一大堆衣服 可那毕竟只是身外之物 并没有在自己兜里 不在自己卡里 只是一些外在物品 感触还没那么深 可现在苏云说直接给她打了一百万 她怎么能不激动 不兴奋 不震惊 叮嚀 表妹的手机短信铃声响起 马上就看到飞快地拿出手机 嘴里数着 个 舌 半 千 半 十万 百万 越往后数 她的眼睛真的越大 就像一对熊猫眼一样 圆嘟嘟的 那小嘴都能塞下一枚大的鸡蛋 眼里满是兴奋 突然她一下朝苏云扑了过来 把苏云紧紧抱住 头埋在苏云的胸口 哥 谢谢你 你太好了 苏云轻轻把她拉开 注意点 注意点 口水别流在我身上了 听到苏云这么说 表妹周云云 嬉戏一下 还用手擦了擦嘴 眼里全是金钱的光芒 云云啊 才一百万你就这样 以后出去别说你是我妹 丢脸 那人家不是没见过这么多钱吗 还没有习惯 表妹突然撒娇地说道 苏云马上制止她 好了好了 注意你的语气 以后我带你多件事件事 是 谢谢哥 她的眼神里和嘴角便依然藏不住那股浓浓的笑意 苏云又抬头看向离自己几步远林雨婷 你需不需要用钱 要不要我转一点给你 林雨婷甜蜜一笑 摇了摇头 不用了 你都给我那么多东西了 我还要你钱干嘛 再加上你上次给我的钱还没用完呢 上次 我什么时候给过你钱 苏云疑惑地问道 她怎么不记得给过林雨婷现金 你忘了呀 你在我的直播间都打赏了好几千万 就算跟平台分成以后我也有一千多万 那么多钱还不够我用啊 多 好吧 需要用钱的时候找我就行 苏云说道 林雨婷眉目带情地看着苏云 对 一旁的表妹周云云是再次震惊了 金得何不拢嘴 哥 听听姐 你们说到打赏几千万是怎么回事 周云云歪着个小脑袋 好奇地问道 是这样的 我有时会在抖音直播 然后你哥总会来直播间给我刷礼物 都给我刷好几千万 听到林雨婷这话 表妹用那无辜的眼睛 伤心地看着苏云 她突然觉得卡里的一百万不香了 表哥随手都刷了几千万 难怪说她要长长见识 苏云走过去揉了揉她的小脑袋 怎么了 你要钱的话 我可以给你 别说一百万就是一百亿都没问题 苏云不说还好 一说表妹埋在了她胸口 呜呜地抽气起来 不至于吧 来来来 我给你一亿 突然表妹抬起头来得意地笑了笑 吐了吐自己的舌头 耶 怎么样 被我给骗了吧 你不是哭着问我要钱吗 哼 那是骗你的 一百万已经很多了 我怎么可能不会满足 况且 你是我哥 我要钱你又不会不给我 苏云发现这丫头真是细筋上身啊 随后周云云又去缠着林雨婷 八卦地问道 婷婷姐 还没有听说过你和我哥的故事 怎么你们还牵扯到直播了 快给我讲讲 林雨婷一脸拒绝 不不不 我不说 要想知道 你问你哥去吧 不嘛 我就想听你说 周云云一直缠着林雨婷 不停地撒着娇 那副驾驶不达目的不罢休 林雨婷实在奈不过她了 抖音上视频多得很 你随便搜一下就知道 表妹怪异地看着苏云跟林雨婷 不是吧 这种视频你们还记录了 你个傻子 是那些直播间的观众朋友录的 表妹一副原来如此的样子 很快就打开了抖音 直接搜索了林雨婷抖音上的网名 白铃鸟 上次在食堂林雨婷拿过自己的抖音账号给她看 所以直接输入名字 查找关键信息 婷婷姐 是哪一个呀 我怎么没看到表哥 林雨婷撇了一眼 苏云 你搜一下浪里小白云试试 虽然表妹周云云不知道为什么婷姐让她查这个名字 但婷姐说了 她还是照做了 抖音搜索浪里小白云 刷的一下 许多关于浪里小白云这个名字的信息呈现了出来 那醒目的标题一下就进入了周云云的脑海里 全网第一神豪浪里小白云在线 突然出现了超级神豪 浪里小白云 浪里小白云身份大揭秘 神秘富豪为何一叶豪之几千万 究竟是人性的扭曲 还是道德的沦丧 论浪里小白云最宠爱的女人百灵鸟 众多直播柜铁神豪是谁 她就是浪里小白云 周云云一路看下去 惊讶的何不拢嘴 她奇怪地看着苏云 哥 这浪里小白云不会是你吧 看着她那怀疑的目光 别人点了点头 给了她一个肯定的眼神 得到苏云的肯定和周云云 马上打开了最醒目的几个视频看了一下 其中一个视频是 细数浪里小白云大佬 花费的每一笔 她进去看了 苏云消费的被计算在上面 浪里小白云大佬全网第一神豪 无用质疑 只要是她看中的直播间 至少都是几百上千个嘉年华起步 只要你能得到她的宠幸 一夜收入几百万 那都是小事 据统计 目前浪里小白云大佬 已经在抖音上刷了快十个一龙国币 但至今没人知道她究竟是谁 她超级低调 甚至连收到她的礼物 被她所看中的那些主播们 都不知道她是谁 无数人都在寻求着 这位大佬的真实身份 但至今无意所获 这些都是她视频里面的解说词 周云云看到这里整个人都麻了 抬起头忧愿地看着苏云 一副要哭的表情 她的样子像损失了几个亿一样 哥 几个亿你就打赏出去了 你实在不想要 可以给我吗 苏云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瞧瞧你这样子 在外面别说是我没 丢脸 你高清 你了不起 她带着哭腔 戏又上头了 苏云忍受不了她这副表情 行啦行啦 别装了 你要缺钱问我要就行了 别说几个亿 几十亿 几百亿都是小事 好吧 我勉强原谅你了 说完她又继续看着后面的视频 打开了苏云跟林雨婷解密的那一条 论浪里小白云最宠爱的女人百灵鸟 要说让你小白云大了的身份 那是没人知道 如果说一定会有一个人知道的话 那必定是这位让你小白云最爱的女人 最喜欢的主播百灵鸟 百灵鸟原本是一位大学校花 因为偶然今天发了一个视频在抖音上 而聚集起来一大波粉丝 她以超高的颜值和甜美的声线 在众多歌手中杀出了一条血路 赢得了一批自己的观众 而他们初次相识的过程 缘起于一次直播PK 直播百灵鸟因为受到套路 恰好这时浪里小白云大佬路过 暴力出手 一下烧了2126个嘉年华 一举打破了抖音的记录 而这个记录直到今天都还是由她保持着 根据我和众多网友的观察取证 百灵鸟直播间是浪里小白云大佬唯一多次光临 多次刷礼物的一个直播间 有人怀疑她来有不正当的关系 也有人说让你小白人 只是单纯地欣赏百灵鸟的颜值和歌声 事情真相如何 估计也只有他们俩本人知道 外人无从探知 好了 本期的精彩视频就为你记录到这 将了解更多 可以关注主播 查看下一期 视频到这里就完了 看完后周云云用戏谑的眼神看着两人 好啊 原来你们是这么认识的 我还以为表哥跟你是大学就认识的 没想到你们是这么认识的 周云云这丫头又过来抱住自己的手臂 老实交代 你是不是早就对婷婷姐有企图 所以才刷礼物的 你这小丫头 懂什么呀 我哪有你那么思想狭隘 苏云用手指点了点她的额头 当时我看小婷是跟我一个大学的 我自然不可能看她受欺负啊 我这是仗义出手 仗义出手 苏云解释地说道 我信你个鬼 糟老头子坏得很 她吐了一下舌头又跑到林雨亭身旁去了 两人在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悄悄话 议论的主题那都离不开苏云跟林雨亭两人的关系 当然他们以为的小声 在自己耳朵里那听的是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不过苏云并没有认真去听 而是屏蔽掉了 去偷听表妹的谈话 感觉怪怪的 怎么也要给他们留一点隐私 不知道这小丫头跟林雨亭说了什么 他们俩在前面走着 时不时传来周云云一阵大笑的声音 而林雨亭被她说得面红耳赤 一直叫她别说了 两人慢慢地在前面走着 苏云缓慢地在后面跟着 没有去打扰她俩的兴致 一路走了好久 他们也谈了好久 喂喂喂 你不是想来逛街的吗 你是来逛街 还是来散步啊 表妹周云云这才反应过来 对了 走 咱们快去逛街 我要好好宰一宰这个大土豪 说完还挑衅地看了苏云一眼 苏云只是淡淡一笑 逛个街买什么东西能把自己给下着 不可能的 以自己的财产 别说逛个街 就是把整个街买下来 那都不叫事 二话没说 直接带着他们开整 开启了扫货模式 夜晚人流众多 灯火辉煌 三人每到之处都是众人的焦点 俊男美女可不常见 走进了一间服装店里 当然都是女士的服装 主要陪表妹他们两人来看的 苏云那一次买了几十套 已经足够穿很久了 她对衣服这些没什么特别的要求 一个漂亮的女服务员上来了 两位美女 有什么需要吗 我们随便看看 林宇听回答道 怎么能随便看看呢 要什么直接买 我的财力你们又不是不清楚 要什么直接拿 就算想要整个店 我也可以送给你们 苏云淡淡地说的 有几个店里的其他顾客都奇怪地看着苏云 那些人都在看一个病人一样 真是大言不惭 这里面的货物家这家店加起来都过几千万了 这个销售员也没想到苏云口气这么大 不过她还是笑脸应对 并没有出言反驳 不过心里也难免怀疑 两女自然知道她的实力 知道了 谁会跟你客气呀 我知道你钱没地方用了 店里的群众都有点看不懂苏云几人了 一个两个说话都口气那么大 男的吹吹牛也就算了 咱妈两个漂亮的美女 也是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 他们都好奇着 难道这家伙是一个富二代 真的很有钱 真人不露相 两女很快就开始挑选起来 只要是看中的衣服 她们按照自己的尺寸抱了上去 根本是都不是一下这衣服 这一件还不错 包起来 这一件也还行 可以 请姐 你看这件很好开 包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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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店里的这些顾客和几个销售 都被两女这一副买衣服的样子给吓到了 这才过去几分钟 短短几分钟 两女就已经挑选了好几件衣服 她们都震惊不已 两人是来买衣服 还是买大白菜的 这里面一件衣服至少都是几千元起 贵的甚至几万 可两个人就像完全不在乎一样 甚至都不尝试穿一下 不看一下合不合身 就直接让买下来 这也太大手笔了 消费起来也太大气了 销售人员既是震惊 惊喜 又带有怀疑 高兴的是如果苏云几人真把让包起来的那些衣服都买下来 绝对是一笔大丰收 怀疑的是 如果她们没钱付账 那她也只会白白浪费时间 白白高兴一场 现场的许多顾客都顾不上挑选衣服了 都在看着林雨婷两女 她们还在期待着苏云几人真会把这些衣服都直接买下来吗 而不是为了在众人面前装一个逼 最后只买一两件衣服 林雨婷两女动作很快 不到20分钟每人就已经挑选了七八套衣服 连点销售人员表现的机会都没有 看着两女娜买衣服的语气 那也太大方了 根本不看介绍 只看一下 不得不说苏云几人是她们在店里遇到的第一次这样买衣服的客人 完全不计成本 不计价格 太让人吃惊了 如果是普通的衣服 几百的衣服也还好 可她们挑的那些衣服加起来都已经几十万了 好几个销售人员跟在后面不停地打包着 她们很兴奋 也有唯一的一个一户 那就是等下真会如期付钱吗 很快 两女就挑选好了衣服 欢快地跑到苏云面前 哥 我们已经挑好了 你付钱吧 先生 一共是165万 听到销售员爆出的这个价格 所有人都震惊地看着苏云 一下就来买了上百万的衣服 这也太恐怖了 店里面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苏云身上 他们都好奇着这个如此大手笔的人 苏云真会付账吗 苏云淡淡一笑 根据服务员给的账号 直接还了165万过去 得 您的账户 4186到账165万元 一道机器播报的声音在店里响起 所有人都震惊地看着苏云三人 真给了 他真给了 一下就消费一百多万 哪个人买衣服是这样买的呀 太好没人性了 听到钱到账的声音 店里的销售人员们各个都露出了最阳光 最灿烂的笑容 纷纷走上前来询问 两位美女 你们看还需不需要买其他衣服 这钱可是真金白银的到账了 明显就是一位大富豪 如果抓住这样一位金主 以后业绩那根本不用愁 面对着这一群人的热情 两女都比较淡定 都是微笑相对 这家店里的衣服其实还算便宜的了 每人都挑了好几套衣服 也不过才一百多万 他们可是知道苏云财力远远不止于此 这点钱对苏云来说洒洒水都算不上 他们自然也没那么在意 所有的人都在暗中猜测着苏云 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富家公子 出手实在阔处 现在的他们再没有了之前的那种轻视之心 反而一个个都很震惊 很是羡慕 两位美女 你看这衣服是给你们送到哪 林雨婷两女都回过头来看着苏云 那眼神是在征求着苏云的答案 送到江城国际酒店吧 你送到酒店后 找上酒店的工作人员 就直接说是苏云的包裹 他们自己有人会接收 刚刚跟他们一起出来散步 都是从酒店走路过来的 拿这么多衣服也不方便 不如让他们送到酒店去 等一下送两女回去的时候 一起就送回去了 先生 只是怕报你名字就行了吗 不需要报你的房间号码 销售人员疑惑地问道 一般把衣服送到酒店去 他们也送过 都需要客人的姓名和酒店房间号 这样匹配上了酒店才会接收 苏云刚刚让他们直接送过去 并没有报房间号 所以他们才有此疑问 你直接提我的名字 他们都会知道的 如果硬是要房间的号的话 你就跟他提总统套房吧 呦 现场很多人都屏住了呼吸 深吸了一口气 苏云的口气在他们听来太大了 在酒店提他的名字就会有人认识 这说明啥 说明苏云在酒店是一个名人 绝不普通 而且后面所说的总统套房 江城国际酒店可是江城第一酒店 这总统套房每一碗都至少十几万起步 此刻他们再次高看了苏云几眼 苏云在他们眼里就是一位真正的富家阔少 身份背景也越加深不可测 好的 没问题 听到苏云的回答 销售人员立马就应答下来 走吧 咱们去别处逛逛 这些人听到苏云这么说 眼镜是再次一亮 大佬不愧是大佬 这一出门消费 那都是几百万往上走 短短半个小时就花费百多万 现在竟然还要去买其他东西 这也太好了 最后苏云三人在好几位销售员的热情相拥下 走出了店门外 好几位销售人员都一起跟着送了出来 脸上那充满的最阳光的笑意 这是真把苏云当作上帝了 苏云又带着两女走进了一间包包店 其实苏云三人是被这个销售员欢迎的拉进来的 刚刚这个销售员就在门口站着 看到苏云从对面那家服装店里走了出来 关键的不是他们走了出来 而是有好几位销售员的笑脸陪送 作为一位惊艳老道的销售员 他倒能得到这样的待遇 这意味着苏云几人必定是大金主 在对面服装店里消费了很大一笔钱 不然怎么会有这种待遇 所以他用最热情的笑容将林雨婷两女给诱惑进去 还跟他们说女人没包可不行 走进店里那琳琅满目各种的包包 在各色灯光下发出如珠宝般的光芒 一件件包包就像艺术品一样陈列在那 两女眼镜都是一阵放光 然后看着苏云 那意思像是在告诉苏云 我们要扫货了 你们随便买吧 苏云直接说道 反正这些包也要不了几个钱 对自己根本不算什么 两女开心就好 得到苏云的肯定 林雨婷两人看着那柜台里那一个个包包 开始飞速地挑选起来 又过去大半个小时 他们每人挑了三个包包 走到苏云面前 脸上都是洋溢着笑容 显然对那包是非常满意 那销售员也是非常的惊喜 满脸恭敬地看着苏云 不愧是对面讨好的大金主 果然够大手笔 对跟着她的两个女人也是非常的好 两人买了六个包 价格的一百多万 一小时不到就这么多钱入账 她怎么能不高兴 苏云跟在对面服装店的操作是一样的 也是让她把几个包打包好送到酒店去 然后在这个销售员那句花般的笑容下 一起走出了门外 后面林雨婷跟周云云两个人 又去买了一些化妆品和一些小物件 苏云就是一个无情的逛街机器 跟在他们后面默默地等待着 只管掏钱就行 这一路走来 唯一的收获就是两女非常高兴 满脸笑容 几乎合不拢嘴 逛街购物那必定是女人最喜欢的事物之一 又逛了一会儿 时间已经不早了 几人决定回去 走路过来的 这是离酒店还是挺远的 自己的车也在酒店停着 回去这段路 几个人都不想再走路了 苏云直接拦下了一辆出租车 决定打车回去 一辆出租车停在几人身前 苏云他们快速地上了车 江城国际酒店 苏云口中吐出了此次的目的地 开出租车的是一个四十来岁的人 听到苏云这话 他眼神一亮 眼光看了一下苏云 又扫了扫坐在后排的两女 小伙子 艳福不浅呀 他笑盈盈地看着苏云 开玩笑地说道 苏云一看他那眼神就知道他想歪了 我只是回酒店去取车 司机仍然一副我懂得 我懂得的眼神 苏云无语也没解释什么 这确实容易让人想歪 夜晚 带着两个超级美女一起去酒店 恐怕一般人都会联想些什么吧 而后座的两女听到这话表情 哥不相同 林雨婷则是小脸一红 显然她听出了司机的言外之意 而表妹周云云是一副看好戏的样子 用打趣的眼神看着林雨婷 让她一阵脸红 很快就到了江城国际酒店 苏云带着两女走进了酒店 此刻虽然是夜晚 但工作人员依然不少 一路走过 服务员纷纷喊道 苏总好 苏云一直都是点头加笑脸应对 来到大厅里面 一个人马上走过来 苏总 刚刚有几人送了几样东西过来 他们都说是苏总你的东西 是你让送过来的 苏云微笑看着他 没错 是我 这些东西在哪 我们将东西都放在了一个包间里面 苏总随时可以去取 行 你让几个工作人员帮我把东西都拿到我的车上去 好的 苏总 说完这个人就离开了 苏云这是带着两女在大厅的接待处坐了下来 等待着工作人员把东西给搬到车上去 不一会儿 刚刚的那个人就来汇报 苏总 东西已经全搬到您的车上去了 您还有什么吩咐吗 从他手里取过车钥匙 谢谢 没有了 你去忙吧 走吧 打道回复 来到停车场里 打开车门 看着车里被塞得满满的 这也得亏这是一样家常版的劳斯莱斯幻影 要是换乘跑车来 那都塞不下 很快一路畅通无阻地来到了学校 首先是停在了林雨婷的宿舍楼下 苏云自然是不能进去的 只能是周云云帮着林雨婷一起把他买的那些东西给拿到楼上去 在苏云坐在车里没有下去 这是苏学长的车吧 好羡慕林笑话啊 能找到这么优秀的学长 距离昨天苏云出现 不过也就一天 一天里苏云已经成为了整个学校的风云人物 那些假期留在学校知道苏云事迹的人 这些假期返校的学生和新生来了以后 都在讲述着这一去世 学校里除了一位大老板 那么有钱 那么帅气 还经常在学校出现 很难不引起别人的注意和讨论 好多人都在别人宣传下 都在学校论坛上 看到了关于苏云的一切 对于他们来说 那真是梦想中的白马王子 两女上去之后又重新下来回到了车上 还要去把周云云买的东西给送到他楼上去 一坐上车周云云丫头就开始调侃起来 婷姐 你可真幸福啊 你看多少人羡慕着你 林雨云用手捏了捏周云云的脸蛋 你这小丫头 你懂什么 两个女在后边又是一阵嘻嘻打闹 开着车来到了周云云的楼下 看着苏云的车停在那楼下 许多来往的路人都停了下来 看着这辆车 人群拥堵过来 比在林雨云那边楼下的人还多 看着周云云和林雨云从车上下来 他们惊讶地讨论着 王靠 昨天就听说学校里有一辆豪车 接送一个人来上学 没想到竟然是真的还是在我们这栋楼 是哪个呀 家里这么豪气的吗 这一辆车估计得好几百万吧 姐妹 你说大声点 什么好几百万 这车得两千多万 顿时好多人都惊得合不拢嘴 看着下车的两人也是满满的羡慕 尤其是辆女从车上提着那一个个礼盒 那袋子外面那著名品牌的标志 全都是著名奢侈品啊 一群围观的人眼睛都看直了 我的天 太幸福了吧 这么有钱还来住什么校啊 要是我早就大别墅买着住着 天哪 这种人恐怕不知道烦恼是什么 在一群羡慕声中 周云云两人走上楼去 然后苏云等着林雨婷回来 把她送回了她的宿舍楼 又才回到了家里 从明天开始表妹就要展开激烈而又紧张的军训了 林雨婷也要开始上课了 今天在购物的时候 表妹也给自己挑了一些上好的防晒霜 临走之前苏云也已经嘱咐过她 让她记得防晒 回到了自己的别墅 第一时间不是别的 而是打开系统面板 宿主 苏云 强化点 523 境界 地级后期4千分之0 武功秘籍 虎炮全已修炼完成 金身觉两千分之八百 浮光略影一千分之四百 技能 神机格斗技巧 神机驾驶技巧 神机中医治疗法 神机声乐技巧 神机乐器技巧 神机绘画技巧 神机舞蹈技巧 神机语言技巧 神机枪械技巧 神机拆弹技巧 强化点已经长到了500多个 那三百亿的医院交易 算是占了大头 苏云已经迫不及待地 想使用些强化点了 虽说自己的实力 已经很强大了 天机不出 几乎无敌 可谁又能拒绝 让自己变得更强呢 那种能感受 自己身体变强的感觉 是让人非常痛快 非常舒服的 523个强化点数 苏云打算留 23个强化点备用 其中的400个强化点 拿来强化金身觉 他非常喜欢这门功法 非常抗揍 又增加自己的持久力 上次可是让人际巅峰的圆球 一直吹自己都没半点损伤 那效果他非常满意 一念一动 400个强化点增加到了 金身觉的进度条上 很快 一阵熟悉的感觉传来 苏云能感到这种 让人无比畅快的感觉 那就是痛病快乐着 金身觉第一层体内肌肉和骨骼 要寂灭重生强化4次 第二层要寂灭重生强化8次 每一层都是在前面一层的基础上乘以一个二倍 现在第三层体内将会寂灭重生16次 苏云闭目打坐 默默感受着体内发生的一切神奇 身体内有一个五行的力量飘过 就像水流在亲日每一寸土的一样 没有放过一个角落 身体器官也好 经脉也好 骨骼也好 在这个五行的气流下变得更加坚韧 一遍又一遍 循环往复地重复这个过程 何为静灭 就是那股气流不断地在破坏着体内的那些组织 代表着毁灭 而重生 则是另一股不同的气流 这是一股生命的源泉 不断地修补苏云受过的伤痛 治疗每一寸被破坏的地方 这一股气流让她非常的舒适 就这样在痛苦和舒适中来回转换 过去一个多小时 身体才强化完毕 那苏云已经排出过多次的杂志 再次出现在身体表面 感受着其体内那具有强大爆发性的力量 苏云嘴角不断上扬 变强了 自己的身体再一次变强了 抬头看向窗外 那明亮的月光 今晚格外醒目 将大地扑得白茫茫的 犹如白昼一般 苏云心里无比畅快 只要自己坚持下去 相信不久的将来 自己必将无敌于天下 无敌于世界 还有100强化点 苏云直接投了100 她感觉体内并没发生多大变化 这100强化点下去 感觉就像湿沉大海一样 主要是那100强化点 对于需要的4000强化点来说 确实相差较远 有很大的距离 也就难怪效果不明显了 再次看向系统面板 宿主 苏云 强化点 23 境界 地级后期4000分之100 武功秘籍 虎炮全已修炼完成 金身觉2000分之1200 浮光略影1000分之400 技能 神机格斗技巧 神机驾驶技巧 神机中医治疗法 神机声乐技巧 神机乐器技巧 神机绘画技巧 神机舞蹈技巧 神机语言技巧 神机枪械技巧 神机拆弹技巧 看着那不断攀升的进度条 苏云开怀一笑 跑进了浴室里面 麻溜地洗了一个澡 浑身一阵轻松 一阵舒爽 躺在床上不久 苏云接到了一个意外的电话 是江城龙组机队长黄虎打来的 黄队长 这么晚打电话给我发生了什么事吗 苏云啊 你明天有没有空 有空的话来基地一趟 你上次不是去天使岛执行任务吗 那次任务 你杀了几个咱们龙国敌队势力的人 上一次你又抓到了王群 这几天我已经上报给了组织 组织也对你进行了嘉奖 你的任命书核心证件已经到了 有空的话 明天过来联取 好的 明天我没什么事忙 明天我来基地吧 自己这几天好像都没什么事要忙 表妹跟林宇婷都已经开学了 公司那边的事也用不到自己 正好去基地看一看 第二篇一早 苏云起床简单吃了个早餐 开着自己的兰博基尼毒药 向农组基地飞植而去 走在郊区这宽阔的大路上 苏云直接把车开得飞快 那感觉跟在市区比完全不是一个水平 这时候那可真是享受开车的乐趣 享受驾驶带来的快感 很快就来到了第一出难的守卫艇 苏云飞快地把车开过去 还是原来的那个军人在那里看守着 来到栅栏前 苏云看到他急匆匆地站了起来 眼里满是警惕 后面发现了是自己 才变得安定下来 苏队 是尼亚 他马上行了一个礼 然后打开了栅栏 苏云跟他打过招呼以后才离开 一回生二回数 来到大门处 保安也没做什么阻拦 验证是苏云后便放他过去了 这一次再来看这基地的大门 远没有第一次的感觉 那时候感觉这基地的大门很是高大上 现在看来不过就还行 就这样 上一次自己来 还是为了解决请婉严公司劣质品的事 为了这件事还请了相关部门的人的配合 没想到这才过去小小一段时间 自己再次上门来 竟然是给自己的奖励 而自己现在的实力 云那是也已经有了天差地别 上次来去跟黄虎汇报过 见过面 自然是知道他办公室在哪里的 没有丝毫托你带水 苏云直接来到了黄虎的办公室 走进他的办公室里 黄虎埋着头 看着电脑 看上去应该是在解决什么问题 黄队长 早上好 苏云率先问候 打起了招呼 黄队长这才抬起头 苏云啊 你来了 快快请坐 快快请坐 他把苏云迎到了一旁的沙发上 还给苏云和自己都泡了一杯茶 苏云对于他的行为 态度 语气都有点猛 这是不是有点过于友善了 黄队长 你这是怎么了 有事直说 苏云疑惑地问道 苏云啊 你第一次来 我就说你前途不可限量 没想到这才过去多久 你就已经到了这种地步 我还是小觑了你呀 哪里 黄队长 客气了 我跟你 你还差得远呢 只是运气好 才做了一些小事 苏云客气地回应道 黄虎嘴角出动 苏云啊 都是自己人 你就别谦虚了 要是你做的那几件大事 都是小事的话 那我岂不是连小事都做不好 黄虎真是感慨不已 从苏云来江城基地报道到现在 也就差不多一个月左右时间 那时候自己还跟他比拼了一下实力 当时还认为苏云不及自己 可现在通过苏云做的那几件事情看来 苏云的实力已经在他之上了 原本苏云带着龙祖第一天才的民生加入基地 当时他还以为这个民生有一些浮夸 甚至认为苏云是走后门才进基地的 可现在发生的一切都重重得到了他的脸 当初简单试探苏云以后 他就相信苏云前途无量也对苏云很重视 那时候就存了交好这个年轻人的心 可现在看来 重视程度远远不够 苏云呀 你可知道这次总部对你的奖励是什么 黄虎问道 是什么呀 苏云疑惑地问道 一个奖励弄得这么神秘 直接说出来不就完了 黄虎顿了一会儿 才缓慢地开口 这一次是提升你的职位和权力 以后咱们江城就不止我一个队长了 还有你这位新任队长 我 我成了新队长吗 苏云眼神一愣 惊讶地问道 没错 你成了新队长 以后咱俩评级 同等话语权 黄虎用惊叹的眼神看着苏云 这才过去多久 苏云只是职位上就已经跟他评级了 这还不论实力 如果从实力上来说 可能他现在还比不上苏云 这件事是从前两天苏云抓住刺客王群的时候 他就明白的 当时苏云把他抓住 他亲眼看到房间里面根本没有半点交手的痕迹 的充分说明 完全是苏云一个人的碾压 而且把王群押回来的时候 他们也进行了审判 王群把一切事情都如是交代了 他们也知道王群这个地基后期地段的人 在苏云面前根本没有半点反应的时间 就直接被废掉了 当时黄虎就震惊得不行 这么轻松就把王群给废掉了 他远远做不到这一步 这意味着 可能苏云的实力已经超过他太多 而自己这个江城龙组第一高手的名号 也悄无声息的一主啊 所以当组织上 传达下来关于对苏云的任命后 他没有半点惊讶 也没有半点不平之心 反而觉得这是苏云应该的 另外组织上任命苏云这件事 也充分地说明了 苏云是有真才识学的 是有真正强大力量的 而关于他的传闻杀过地级后期的人 也绝不是空血来风 绝对是确有其事的 极件事连接在一起 组织才对苏云做出了如此奖励 所以得知苏云被任命为江城龙组的另一位队长后 他第一时间就告知了苏云 今天苏云上门来 他才会如此的客气 这一切都是实力和身份的巨大转变 除此之外 他更想教好苏云 苏云如此年轻就已经是江城的队长了 说未来不可限量这句话 似乎是最贴切的一句话 未来苏云甚至可能成为龙国另一位天际强者 支撑其整片国土 这种人现在跟他交好 未来的好处绝对不可限量 到时候就算跟别人说 认识这样一个人 那也是悲有面子 也是让人荣幸之志的 成为队长后 需要做哪些东西啊 苏云皱了下没问到 龙族组织内的职位他并没有多大兴趣 加入这么一个组织 他也只是想为自己寻求一方必互散 对于升官发财这个事 他并没有多大兴趣 只想强大本身 因为他发现除了自己本身的强大以外 其他的都是虚的 如果实力太过弱小 就算你有再高的职位 那你又能有多少话语权呢 可你实力强大 不管你职位再小 有没有职位 别人都不可能把你的话当作耳旁风 无论你说什么 那必定都会重视起来 成为队长以后 可以直接对话省内其他部门的领导 拥有较大的权利 在很多事情上都有较大话语权 江城这个基地的所有龙组成员也归属队长管理 可以由队长决定分发任务 另外队长每年可以领取十亿的特别补贴 此外还有其他许多小福利 我就不多说了 黄虎开口解释道 必须管理基地的这些事物嘛 不管理行不行 苏云问道 黄虎沉默了一会儿 怎么苏云这反应和他想象中不同 一般人升职了 权力变大了 更有管理权了 不都是想要权力大一点 更好地展现自己的威风 可是苏云这表情 这态度 分明是不想管理 不想插手江城基地的事物 说实话 他是不大理解的 一个年轻人对权力看得如此之淡 这是他都达到不了的境界 坐在这个岗位上好处多多 握有实权 走出门外 别人也会对你尊敬万分 可现在苏云竟然不想要这种权力 你是不想参与基地的管理吗 黄虎沉思了一会儿 还是问了出来 苏云点了点头 对 可不可以全权交由你来管理 我这么年轻 管理起来极有可能出错 你处理了那么多年 轻车熟路 你肯定能比我做得更好 而且 我实在对管理没什么兴趣 听到苏云说的话 黄虎再次沉默了 办上之后才开口 如果你实在不想管理的话 我可以代劳 这可是实权啊 平时能接触到多少人 苏云竟然都没有兴趣 那就多谢黄队长了 以后还请黄队长多多费心 苏云拱手感谢道 黄虎朗声一笑 苏队客气了 都是小事 苏云也是一笑 他对做管理这个事确实不感兴趣 每天去找那么多事困扰自己干嘛 何不自由自在潇洒一番 有任务的时候再出手 随后苏云跟他又聊了一会儿 聊了一些关于基地的事 和一些龙组的消息 随后便前往了会议室展开会议 今天这场会议自然是由黄虎召开的 会上基地里能来的龙组成员都来了 剩下没来的大多是在外执行任务 基地接20个龙组成员 今天一下来了15个 除此之外 各辅助部门的领导人物也来了 都来参加今天这场会议 看着黄虎跟苏云两人笑着 一前一后地走进了会议室 所有人都看着苏云 他们自然都是认识苏云的 且不论苏云有龙组第一天才的名号 就算苏云是将成一个普通的龙组成员 他们也会找来苏云的图像进行认识 更何况苏云最近名声如雷 传的那是一个又亮又响 苏云作为他们基地的一个成员 他们与有熔烟 自然非常关注着事情的走向 也在关注着苏云的消息 今天黄虎通知基地里所有龙组成员 以及各部门领导人前来开会 告诉他们有重要的事情发生 所有人都以为江城发生了什么大事件 都赶来参加今天这场会议 没想到在这见到了 这位传说中的第一天才 自然十分关注 会议室里有一张超大的圆桌 展开的是圆桌会议 原本黄虎是独自一人坐在顶端的主位的 那里也只给他安排了一张椅子 黄虎进来以后 特意到一旁搬了一张椅子到自己的椅子旁 两张椅子距离相同 齐头并近 亏议是你这些人看着他们队长的这一幕 都有点疑惑不明白他要做什么 接下来黄虎的操作更是让他们震惊 苏队 请罢 黄虎是以苏云坐到他身旁的椅子上 苏云也明白他的意思 自己毕竟都已经跟他同级了 这种操作也是挺正常的 谢谢 嘴里轻轻吐出两个字 苏云便坐到了椅子上 以后黄虎也入座了 此刻桌上其他人 眼睛睁得大大的 都看着苏云这里 这意味着什么他们当然知道 这起码是平行 群等 可是他们很疑惑 为什么要对苏云这样做 苏云又有什么资格坐在那里 难道只是凭借天才之名 就有如此优待吗 就可以立于众人之上了吗 苏云看到好几个人 眼里都是怀疑和质疑 看他们的样子 是很想开口说些什么 当然黄虎都还没有发话 他们自然也没有问出来 今天召集大家一起开会 主要是有两件大事要宣布 第一件事 经过总部的评估审核 苏云以后将成为 咱们江城基地的另一位队长 一切与我对等 好 瞠目结舌 现场有人惊讶地出了声 好几个人都惊讶地不行 他们都震惊地看着黄虎和苏云 尤其是苏云 成为了最最中心的一个焦点 他们没听错吧 苏云成为了江城基地的队长 这个23岁的年轻人 这个龙祖第一天才 打破了历史记录的人 今天再一次创造了历史 所有人都很疑惑 怎么苏云突然成为了队长 难道只是因为天赋就如此优待吗 就可以享受到如此的权利吗 好几个人眼里都带着嫉妒和不满 他们想的是凭什么呀 谁还不是各天才了 凭啥一个刚加入龙祖哥把月的人 就爬到了他们的头上 成为了他们的顶头上司 要知道成为队长 你必须要有资历 实力和功绩 要成为队长 你至少也得有地级后期的实力 他们可不相信一个刚加入一个月的人 就从地级中期飞跃到了地级后期 原本苏云打破了加入龙祖的最低年龄 把竞技线拉低了好几岁 他们就怀疑了苏云有巨大背景 是在走后门 那时候怀疑谁归怀疑 毕竟不涉及他们的利益 他们自然没有过多地讨论 可现在如果任命苏云为队长的话 那他们上头直接多了一个人 谁又愿意多一个人来管自己呢 谁又愿意不声不响多了一位领导呢 况且他们对苏云的实力也不幸福 虽然说整个龙祖里面对苏云的传言很凶 说他杀过好几个地级后期的人 可那毕竟只是传言 没有亲眼所见 没有证据表明 谁又能证明那是真的呢 他们也不愿意相信自己 比苏云大了那么多岁 却被他甩在身后 这个残酷的事实 黄虎自然也看到了现场的这些成员 很多人怀疑的目光 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 你们是不是认为苏队长实力跟资历都不够 现场人大部分人都是默不作声 显然是认可黄虎的这种说法 认为苏云还配不上队长这个位置 也有几道微弱的声音 没有 我认为苏队长可以胜任这的职位 苏云向那几个人看去 原来跟他们还是有一面之缘的 正是那天跟黄虎一起到家里押送王群的那几个人 5号你在说什么 你怎么知道他有资格 旁边一个人立马出声质疑 被叫五号的这个男子身穿蓝色衣服 那天苏云还跟他交谈过几句话 我说苏队是有这个实力的 五号回队了回去 开玩笑 他可是为数几个知道苏云实力的人 那天把王群捉回来后 王群什么都说了 可队长却什么都没有向外透露 只有他们那几个人知道 为的就是不让人知道苏云的消息 知道苏云的实力 他们一直保守着这个秘密 知道真相后 连队长都感叹着极有可能不是苏云的对手 概率超级大 再联想着苏云在龙族里的那些一个个传说 杀了几个地级后期的人 恐怕都不是空谈 面对着这样一尊少年天才 超级天骄 傻子都会支持他 更何况他还不傻 现在比他们小的年龄就已经是队长了 未来会怎样 他们不知道 但总不可能比现在队长这个职位低吧 未来苏云绝对是比他们队长还要厉害的人物 这种人你不打好关系 你要干傻 你是不是傻 他们脑子可没有包 不会乱做决定 黄队长 据我所知 队长这个岗位实力和功劳缺一不可 我想问苏云有何资格被任命为队长 苏云确实说话的人是一个四十来岁 一头短发的中年男人 黄虎看了他一眼 眼里没有半点意外的神色 李珊啊 你也跟了我多年 你认为我像是没有原则的人吗 李珊呆住了 备说的说不出话来 其实他已经在江城干了好多年了 是黄虎之下 江城基地第一高手 在地级中期巅峰熬制多年 两个月前刚刚突破到地级后期 正是他雄心壮志大发的时候 每个地方除了一位队长之外 还配备了一名副队长 队长不在的时候 一切事情都是由副队长来处理 副队长的权力也很大 而江城之前的队长离开了 黄虎才从副队长补了上去 成为了真正的队长 他从晋升地级后期以后 就瞄准了副队长这个职位 准备完成两次任务 立下两次功劳之后 向组织申请 可没想到 今天黄埔宣布的消息 直接让他方寸大乱 打乱了他的原有计划 让他一时间有些接受不了 如果苏云成为了新的队长以后 不谈他能不能成为副队长 就算成为了副队长 那手中的权力也比以前要小得多 已经有两位队长了 要两位队长都管不了 才能闻到他 那概率的小得多 想着自己辛辛苦苦 为组织干了这么多年 都没有成为一个副队长 杨书云前前后后不过才加入组织 不过一个月时间 就已经升到了他的头上 还成为跟黄虎平起平坐的队长 黄虎本来实力就比他强很多 这些年来也执行过许多任务 立下过许多功劳 对于黄虎做队长他也没有什么怨言 可苏云凭什么 凭他年轻 凭他潜力高 凭他长得帅 或是凭他有后台 他很不服 所以才发出了自己的疑问 而现场这些 与他有同样想法的的人不在少数 都想发问 苏云凭什么 可以是想 原本一个公司里 大家都在辛苦地奋斗着 有一个主管的岗位 每个人都很有机会去竞争 可现在突然凭空降了一位主管 把那稀少的坑位都给占了 你也没机会晋升了 这怎么能好受得了 这心里怎么能平衡 看着很多人都有点不愤的样子 苏云觉得自己确实应该留一手 有时候隐藏的太多 别人丝毫不把你放在眼里 只会认为你是没牙的纸老虎 没等苏云说话 黄虎帅先开口了 苏队长的功绩是经过总部审核的 胜任队长这个职位绝对是足够的 原本是不需要跟你们解释什么的 但想着大家都是在一个地方一起做事 以后相处的时间还很长 我可以告诉你们 最近组织里流传的 关于苏队长的几起事件都是真的 苏队长的实力已经超过我了 的 会议室里顿时响起了一片惊叹声 所有人都不敢置信地看着苏云 如果这话不是从他们队长口中说出来的 他一定会认为这个人在说胡话 在胡扯 23岁的地级后期中半以上的实力代表着什么 代表着他已经把钱能都化为了实力 可现在苏云还那么年轻 如果我和队长说的都是真的 那眼前这个人 他的天赋的都恐怖 天空都不是他的极限 未来超越现在龙国仅存的 两位天际强者都不在话下 那么眼前的苏云 那未来极有可能是龙国第一人 看着苏云云淡风轻 淡定的样子 他们偷偷咽了一口口水 他们将成基地真的出现了这么一位恐怖的人物吗 如果队长说的是实话 那么苏云说成为另一位队长了 就是成为唯一的队长 领导他们所有人 他们也不会有什么意义 因为他们清楚龙国第一人的分量 那绝对是一言九鼎 一言定万人生死 跟这种人比起来 他们绝对是萤火之光 就连原本很不服气的李山 此刻的想法都有所改变 如果队长说的一切都是实话 那么他还能有什么意义呢 这么一位将来伟大的人物 他有什么资格去攀比 黄队长 你说苏队长 连斩敌人几个地级后期强者的事都是真的吗 所有人都看着黄虎 想从他口中寻求这件事情的真实性 最近龙族里面流传最广的消息 就是苏云连斩起几个地级后期的人 那个消息流传得很广 传得有模有样的 但经过苏云在帝都基地食堂的那一件事后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那是假的 不然不会也面临几个地级中期的挑战 而不应战的 可今天他们心中的偶像人物 他们心中的标杆 告诉他们传言都是真的 一时间难以让人相信 没错 这是上面告诉我的消息 苏云的事迹已经经过他们查证了 你们要是不相信我的话 也应该相信上面的话吧 黄虎眼神扫过众人 不目自微 会议室里那些不相信的人 顿时停下了议论 也停止了质疑的表情 是呀 这可是总部亲自认证过的 亲自颁布的奖励 龙族一直都是按规章制度办事的 有严明的纪律 他们有些相信了 这时黄虎又开口了 如果说那些事你们还不相信 那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件我亲自经历过的事 五号他们几个人也可以作证 听到这话 会议室所有人都把目光看向了恍惚 那眼神很明显的 是想探究真相 想听一下他会说什么 前几天夜里苏云打电话过来说抓到一个犯人 我想这件事你们都应该听说过吧 顿时好几个人点了点头 半夜里他们的队长带着五号他们四个一起出发 这件事他们是有所耳闻的 这几天还在好奇 是什么犯人需要队长重兵出吗 事后没有什么消息传出来 现在看来 这个谜底要揭晓了 黄虎怀视众人 前两天深夜里 苏云遇到了一位杀手 这位杀手的名字叫做王群 相信不少人都是有所耳闻的 听到这个名字 不少人都皱了皱眉头 一脸茫然 随后有人像想起什么似的 拍了拍自己脑袋 黄队 你是说那得达到地级后期 被龙祖通缉多年的通缉犯王群 听到这话不少人都记了起来 求证似的看着黄虎 黄虎先是给开口问话 那个人一个肯定的眼神 然后才慢慢说道 没错 就是你们知道的那个王群 这下所有人看苏云的眼神都不一样了 眼里一种多了对强者的敬重 一个人首先开口 没想到苏队实力现在进步这么快 已经能跟地级后期低段交手了 果然不愧是咱们龙祖最强的天才 随后他又补充地说道 恭喜 恭喜黄队栽立一大功 是呀 恭喜恭喜 恭喜 会议是一片对黄虎的赞叹和恭喜 能抓住一个地级后期低段的人 是很不容易的 这对于组织上来说绝对是大功一件 李珊也进行了恭喜 别看他刚进入地级后期低段 要真交其手来 他明白自己都极有可能不是王群的对手 更何况把他禁拿归案 很多人都在恭喜着黄虎 很明显他们都是认为是黄虎出手才解决这件事的 在他们看来 黄虎说出这件事 是想证明苏云有地级后期低段的实力 他们想的也是如此 认为是苏云是不断地跟王群进行缠斗 拖住了王群 后面对长去 才解决这件事的 在他们眼里苏云充其量 最多也就跟王群实力差不多 但这也很强了 所以很多人的心态和眼神才会发生了改变 黄虎听着这片赞叹声 看着这些人的脸色 他也知道这些人是误会了 他苦涩一笑 大家都会了 其实我跟这件事关系不大 我也根本没出力 全都是有书苏云一个人解决的 我们几个只是去把他押送回来而已 震惊 呆住 听到这话 他们才明白 他们似乎有些想歪了 黄队长说这件事并不是想要说他出了多少力 而是想向大家表明苏云的实力很高 很明显这个效果也是达到了 许多人的眼神再是变了一变 一个人就能解决王群 以他们对王群的资料来看 这实力相比队长恐怕都差不了多少了 如果队长说的都是真的 那这也太恐怖了 太不可思议了 一个个都惊讶地看着苏云 看着这个刚加入组织个把月的年轻人 这么短的时间就有这么强的实力 他的未来有谁能想到呢 看到大家这镇静的目光 黄虎很满意 反正苏云也不会跟他争权夺利 在苏云面前留下一点好印象 未来对他也是有好处的 这种表现的是他自然乐此不疲 我还可以告诉大家 那天行刺的事是发生在苏云的家里 而我们到他家里 根本没有发现任何打斗过程 当时我就怀疑苏云很轻松就把他给制服了 事后也证明了我这个猜想 我们把王群抓捕回来 通过审讯 他一切都已经交代了 根据他的交代 苏云在一瞬之间就废了他的双臂 让他瞬间丧失了战斗力 甚至跌破心境 都生不出逃跑的心 呸 呆住 实话 这个消息可比刚刚那个消息来的更让人惊讶 更让人震惊 许多人眼里满满的不可置信 用看怪他的眼神看着苏云 五号 搓 苏对 真这么恐怖吗 五号旁边一个人战战兢兢的问道 看着他的眼神 五号点了点头 没错 那天我们几个人去 根本没有在现场发生任何打斗的场景 去的时候 王群就毫无反抗意志地跪在地上 老实地跟一个机子似的 任我们带回来 根据他交代的口供 苏对确实是一瞬之间就把他的双臂给废掉了 一秒钟都没用到 他环顾四周开口说道 然后用敬畏而幼的眼神看着苏云 当时他们几个人得知王群这个消息的时候 跟现场这些人差不了多少 都是不敢置信 一招就能把王群给制服 这相比于他们的队长黄虎来说 实力都要高出不少 只能用四个字概括 恐怖如斯 经过五号他们几人的再次确认 那些质疑的人 再次一呆 他们心想这得是什么样的天才 什么样的变态啊 怎么这么快就能拥有这种实力 一个个瞠目结舌 呆呆呆呆呆 实力强大 能成为我们的队长是我们的荣幸 我们基地的实力又在上升一分了 很明显这个人是从反队转换到支持的 听到这个人说话后 又有几个人说了差不多同样类似的话 恭喜苏队 相信队长只是苏队的一个起点 以后苏队不要忘记我们才好 恭喜 一阵阵恭喜声传来 苏云眼神看着这些恭喜的人 纷纷都是露出微笑 笑脸迎对 其实这些人的想法很简单 就算苏云的实力比不上他们的队长恍惚 那实力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不然队长为什么那么拥护他 不然组织为何那么嘉奖他 难道说队长和组织的眼光比不上他们 那不可能 这只能说明苏云很了不起 确实很有潜力和实力 反正他们认谁当队长不是当吗 认这么一个年轻有潜力的人当队长 万一以后苏云往前一走一步 成为了龙祖的高层 他们将成基地也跟着张光 苏云看到以李山为代表的还有两个人 眼里满是质疑 确实 这两个人现在很不服气 很是怀疑 他们没有完全相信刚刚黄虎说的那番话 认为队长几人只是在配合 在推动苏云走上这个队长这个位置 这一幕苏云自然也看到了 不过苏云云今天既然来了 那怎么也要落一手的 低调归低调 你太过低调 别人不知道你的本领 那就会看清你的 有时候适当务一些本事出来 那是有意无害的 苏云笑着开口了 谢谢大家的肯定和夸奖 我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既然大家对我的实力如此好奇 那么可以来试一试 谁想跟我比试两招的可以站出来 呆住 傻眼 苏云开口的时候 会议室里的这些人就停了下来 今天是苏云晋升的时候 他们还以为苏云要发表什么任职感言 没想到苏云竟然是想接受别人的挑战 会议室众人面面相去 一时间有些搞不懂苏云的这一操作 是故意这么一番话 想得到大家的肯定 还是真的很有实力 难道就不怕真的有人挑战他吗 要知道关于苏云在地都被人挑战 然后没有应战的事情 早就传遍了整个龙族 所以今天他们也才会对苏云这个天才的名号有所质疑 在帝都的时候 苏云面对着那些地级中期巅峰的人都没有出手 放任着自己的名声大损 今天又怎么会想到出手 要说此刻底下最激动的是谁 菲里山莫属 原本他就已经突破到地级后期了 这个消息还没有告诉其他人 现在苏云又放话让想挑战的人都可以挑战他 这正是一个证明自己的好机会 只要自己击败了苏云 就算得不到副队长的职位 也没有人敢小觑自己 在大家心中也会有很高的地位 他眼中闪耀着跃跃于世的火光 会议事里议论归议论 但始终没有一个人出来 率先开口挑战 率先动手 看到没人挑战我吗 都这么信任我吗 要挑战我就只有今天 以后如果还想挑战我 我可不会应战 虽是这么说的 可苏云相信 过了今天以后 也没人再敢挑战他 听到苏云说的话 李山有点急了 原本他是准备先等别人挑战苏云 等苏云把别人击败了 然后他再出手打败苏云 这样更能彰显自己的实力 彰显自己的威风 可明显他失算了 竟然没有一个人出来挑战苏云 苏云又说了这番话 此刻不抓住这个机会 以后可没有了 随即他开口道 苏队长 林某不才 想要跟苏队长讨教两招 苏云含笑盈盈地看着他 他自然能感觉到 这些人当中就李山对自己敌意最高 最想跟自己斗异常 其实说的这些话 他的目的也是想跟李山交手一下 这样既可以打消他的战役 又可以展现自己的实力 为什么他是最好的垫脚师 苏云已经从他的气场中 知道了他的真正实力 整个江城基地 除苏云外的第二高手 也是基地第二个 达到地级后期的人 苏云知道他的实力以后 就明白了 他的战役为何如此的浓厚 对自己有一股敌意 原来是想做江城基地的二把手 不过苏云完全没把他放在眼里 他的实力也不过也就刚进入 地级后期低段 比之王群都要差一些 对比起自己来那是天与地的差距 自己制服王群都是一秒不到 对付他也是如此 可以 以你刚入地级后期的实力 确实应该有自信 苏云淡淡地点出了他的实力 苏云很淡定 可李山却很心惊 表情都有些失控了 原本他入地级后期都没跟别人说过 一直保守着这个秘密 还等着哪天抓住一个机会 出来显露一番 这个秘密他一直保守得很好 连自己最好的朋友 连队长都不知道这个消息 没想到现在却被苏云一下给点破了 他已经是地级后期 这件事传出去并没有什么 让他心惊的是苏云是怎么知道的 一个人要想知道另一个人的实力 要不就是修炼了特殊功法 要不就是实力远超另一个人 不然是不可能知晓的 可现在苏云一语道阔 怎能不令他心惊 苏云可刚来龙祖没有多久 也肯定没机会接触到那种功法 这说明苏云实力确实很强 而其他人则是惊讶地看着李山 李队 你真的到地级后期了吗 有一个人问出了大家的疑问 是啊 李队 你到后期了吗 什么时候到的呀 面对着大家的疑惑 李山难得得起出了一丝笑容 上个月侥幸刚突破的 都是侥幸 这一个月都在稳定境界 所以还没来得及告诉大家 恭喜 李队 厉害啊 咱们江城又多了一个地级后期 基地的实力又增强了一分 其他人恭喜了一番后 目光紧盯着苏云跟李山两人 他们相信 李山现在已经晋级到地级后期了 这场打斗一定非常精彩 听到传闻那么久 今天终于可以见识到苏云的真正实力了 既然如此 李山得罪了 李山的说道 他想通了 无论实力是不是苏云的对手 打过一番后 一切自有真章 而且以他地级后期的实力 只要展现出来 在这个强者至上的组织里面 没有人会不尊敬他 M 一时间他战役不断攀升 苏云点了点头 站了起来 来吧 李山也站了起来 准备向外走去 到战斗时去跟苏云过招 会议室里的人也纷纷站了起来 想跟着一起走出去 大家这是做什么 就在这里面就可以了 苏云开口道 所有人都是一顿 这可是开会的地方 地级后期的交手 绝对会毁了这里 在他们的设想里 两人实力都应该相差不大 交手起来 必然是一番龙争虎斗 肯定也会造成非常大的破坏 所以每个人想的都是 他们到战斗室里面去进行打斗 想到苏云竟然开口说 就在这里战斗 他们很是疑惑不解 苏队长 你这是什么意思呢 有一个人疑惑的发生 我说就在这里战斗就可以了 不用那么大费周章 随便就可以解决了 定住 实话 傻眼 所有人都没想到苏云竟然有如此自信 这是完全不把李珊放在眼里啊 这可是地级后期啊 那得多少年才能修炼达到啊 这一刹那在很多人心里 他们感觉苏云的行为 语言有点猖狂了 甚至是过于嚣张了 尤其是李珊 脸都张得通红 苏云竟然说不用大费周章就可以解决她 那样子是如此的随意 如此的轻松 可却像是在打她脸一样 就像在她耳边告诉她 我随时可以解决你 你不过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喽啰 好 既然是队长想在这里 那就在这里吧 李珊低缠而又重重地出声 苏云点了点头 旁边那些人见状都散了开去 给两人流出了一块十来平米的空地 苏云缓慢地走到中间 随意地说道 动手吧 好 一个字刚握下 李珊就已经到了苏云的眼前 拳头直接朝苏云的头颅而来 苏云能感受到李珊的那只拳头 蕴含了她全身的力量 完全没有任何留守 不只是力量 还有她的怒火 旁边的人看着苏云还待在原地 傻傻地没动 拳头距离苏云也越来越近 十厘米 五厘米 四厘米 三厘米 两厘米 好几个人都很疑惑 苏云为什么没动 是反应不过来吗 他们不是同一级别的吗 难道说说苏云根本没有地基后期的实力 只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水户 同时他们也为苏云担心起来 比山这一拳套 他们距离好几米远 都能感受到周围空气随着全境的流动 和那股灵力的气势 这力量局对很害人 苏云能说得了吗 再怎么说也是官方力捧的人 要是在自己基地里落个伤残可不太好 这些人都着急起来 可除了着急 没有半点作用 没办法 两人之间距离太近了 旁人根本来不及反应 就是队长黄虎也来不及救援 而场中央的李山也非常着急 刚开始苏云说的那些话 让他非常的愤怒 所以他一开始就动用了自己权力 想要先生夺人 可没想到苏云连一点基本反应都没有 虽然他对于苏云担任队长有点不爽 可他并不想打死苏云 现在拳头马上就要到苏云的脸上了 他根本收不回力道 也改变不了方向 很多人都已经闭上了眼睛 不忍心再看 他们觉得苏云一定会很惨的 时间过去一秒 两秒 三秒 还没有任何惨叫发出 原本闭上眼睛的很多人都睁开眼镜探测场中央 他们一个个眼镜一个个瞪得像圆珠子似的 嘴里能塞下一枚鸵鸟蛋 完全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 他们也在后悔 刚当为什么闭上了眼睛 错过了这神奇的一幕 只见空地中央 苏云两手抓起李珊的脖子 像提个机子似的 把李珊高高举起停在半空中 而让人惊讶的是 李珊完全没有任何任何挣扎 一副任命了的样子 脸上写满了腿肺与恐惧 现场有几个没有闭眼的人 他们见到了苏云那惊天逆转的一幕 但他们的表情跟那些睁眼看到这一场景的人毫无二致 都是一脸震惊和不可置信 连队长黄虎都不例外 他也像是第一次见的模样 嘴里同样能塞下一枚鸵鸟蛋 要知道他可是地级后期中断的人 而且要不了两年就能达到地级巅峰了 可就是连他都根本没有看见苏云是怎么出手的 就像是凭空定格 然后一下就转变到了眼前这一场景上 此时此刻 他才稍稍明白苏云的实力 那绝对是让他拍马也不急的 绝对绝对高出他一大段 如果跟苏云决斗的不是李珊 而是他 现在这情形也不会发生什么改变 唯一改变的是被举起的那个人将会是他 这一瞬间 他才明白了组织为什么会对他如此的推崇 如此的培养 如此的高看 如此的奖励 他也终于明白了龙国第一天才的韩金亮 其他人可能不明白这种差距 但他那是明白的 他也明白一苏云现在已经不是一条乾隆了 乾隆飞天 将变得的不可阻挡 可苏云那已经是一条真笼中的真笼 这一瞬间他终于明白 为何那天到苏云云家里毫无战斗的痕迹 就这实力 这不比杀鸡简单 反抗 这谁能生得起反抗之心 而处于舞台中央的主角李珊 此刻身体在颤抖着 从心灵到面部表情无一不再恐惧 他能明显感觉到 从苏云捏紧他脖子的手掌肩 在不断散发一股寒流 那一股寒流直入他的内心深处 让他生不起半点饭烫的心 他明白只要苏云想对付他 随便以用力就可以了 却他这条性命 一时间他感到悲凉和可笑 可笑自己竟然如此自不量力 是怎么有勇气去挑战苏云的 这不是拿鸡蛋跟铁板对碰吗 他也明白 苏云的实力绝对比他们队长黄虎 都要高出许多 因为以前队长在他们面前显露过手段 也指点过他们 跟他们交过手 这种压制能力 这种速度 这种力量 绝不是队长能比的 此刻他唯一庆幸的是 幸好跟苏云不是敌人 否则现场留下的将会是一具尸体 他也在心里感叹着 为什么这老天如此不公平 为什么这个世界会生出如此这样的变态 苏云只是想给他们留下一幕 深刻的印象就行了 并不想杀人 他轻轻地把李珊放在了地上 让他双脚着地 松开了他的脖子 被松开脖子的李珊 双脚着地 终于回过神来 亮亮呛呛地后退了几步 复杂地看着苏云 多谢苏队长手下留情 视我不自量力 其他人也是表情复杂 敬畏地看着苏云 这一下没有任何人 在怀疑苏云的实力了 李珊原本是基地的第二高手 就连他都被一招给拿下了 他们上去那场面只能更难看 不可能比他做得更好 也没有人怀疑 这是李珊跟苏云两人在演戏 没那个必要 李珊的为人他们都清楚 不可能配合苏云的 而且一招被拿下 像提个机子似的 这是一种极大的耻辱 不可能为了演戏不顾自己的脸面 这一切都表明苏云的实力远超 他们的想象 原本人们对龙祖的传闻 还有些不幸 可现在发现传言 对于苏云不仅没有夸大 反而是有些保守了 这哪像一个刚入地级后期的 比他们队长这个老牌 地级后期中断的强者都要强 他们心里除了震惊 除了惊讶 再也想不到其他词了 恐怖如斯 现场气氛有些诡异 有些安静 还是队长黄虎打破这个僵局 可 他倾壳一声 苏云 没想到你现在已经到达了这种地步 恐怕就连我都不是你的对手了 苏云露出一个阳光的笑容 黄队长 你这是过谦了 我跟你相比还差得远了 黄虎瞥了苏云一眼 行了 你小子别给我戴高帽子了 别人不清楚 我还不清楚吗 苏云甘大一笑 轻轻地挠了挠头 其他人心里都快麻木了 尽管已经猜测苏云实力很强了 甚至连队长都不是他的对手 可现在听起来 听队长亲口说出来 那是一种不同的感觉 队长黄虎 可一直是他们的标杆 是他们的榜样 十多年来一直是江城基地的第一强者 没想到现在竟然被一个 加入一个月的年轻人给抄了 这个年轻人也才23岁 没人能想要他的未来会怎么样 他们心里很不是自卫 说不出来这种特别的感觉 有震惊 有羡慕 有嫉妒 有期待 即震惊于苏云的实力 羡慕他的实力 他的天赋 又期待着苏云的成长 这个仅仅23岁的年轻人 不用说 那前途都绝对是不可限量的 未来能成长到何种地步呢 龙祖高层 龙祖第一人 甚至是龙国 世界第一人 他们不由期待着 大家对于苏云的实力 他认知这个职位的能力 还有怀疑的吗 黄虎环顾四周 问了出来 现场的人纷纷摇头 没有 苏队 绝对是当之无愧的不二人选 谁又不认苏队当队长 我忘了5号第一个不服 一个个都很激动地支持着苏云 跟之前的冷庆相比 那是截然不同 面对着大家的支持 苏云会执以温和地微笑 谢谢大家的支持 以后我一定努力为咱们江城基地 贡献好自己的每一份力量 支持苏队 支持苏队 黄虎看到这一幕也笑了起来 现在这一场景 他是非常乐意看到的 基地里多了一个强大的帮手 做起困难任务来也会轻松不少 而且基地里的人明显更团结了 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随后他脸色变得严肃认真起来 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一件事 今天发生在咱们基地会议室的事 就让他烂在会议室 不允许传出去 一旦传出去 将重重责罚 其他人一听这个消息停顿了两秒 纷纷保证 黄队 苏队 你们放心 今天的事打死我也不会说出去的 是呀 我们是知道轻重缓急的 这件事我们会烂肚子的 能加入龙祖的没有一个是愚蠢之人 他们自然明白黄虎这一做法的意义 他们都是一群人精 枪打出头鸟 这种事不会不清楚 敌国势力暗杀本国天才的事 以前就发生过好多次 如果现在传出苏云的实力 那些敌国势力绝对会不惜代价的来刺杀苏云 没有任何敌人想看到一个强大的对手崛起 如果有把敌人热杀在摇篮里的机会 他们是绝对不会错过的 随后正式开始了今天的会议 苏云也正式接过总部发过来了认知书和证件 成为了基地的另一位队长 后面一起在会议上讨论了一些日常任务 日常事件 大家氛围都比较轻松愉快 除了刚开始那一点插曲以外 一切都发展得很顺利 会议结束后苏云便回到了自己的家里 一切都很平淡 而苏云回去后 黄虎将苏云的时尚报给了伍志平 为什么告诉他 因为他是苏云的领路人 是不可能害苏云的 否则趁苏云弱小的时候就可以把他解决掉 他之所以把今天发生的时尚报 也是想着上面能够知道苏云的天赋 让上面的人对苏云的实力和天赋做到心中有数 可以针对苏云做出更好的培养计划和更好的保护 电话通了 武队长 是这样的 黄虎把今天发生的事情都讲了一遍 没有半点保留 完完整整地呈现出来 现在帝都的伍志平听到黄虎的讲述后 轻叹一声 这个小子啊 他是又惊又喜 苏云成长也太快了 太不可思议了 黄虎的实力他也是了解的 就连他都没有看清楚苏云是怎么出手的 这绝对说明苏云的实力远超他 想着前不久还被自己碾压的苏云 恐怕实力跟自己都相差无几了 行 我知道了 辛苦你了 这件事我来安排吧 武志平低声说道 好的 挂掉电话 武志平在思索着 他准备马上派前几个人去保护苏云身边人 至于保护苏云 他没这个想法 实力到了他们这种地步 又有几人能对他们造成威胁呢 如今的苏云 已经是气候已成 回到家里的苏云 正在床上躺着 接到了来自林芷月的电话 林芷月告诉他 公司已经正式将江城家和地产给收购下来 让他明天陪他一起去公司办理手续 苏云想都没想便直接答应下来 家和地产他是知道的 自己的这栋别墅就是他们公司建造的 林芷月之前也在他们公司任职 还跟他们公司的公子齐天高 发生过一段不小争执 为此自己还特意去收购了罗翔的律师事务所 他当然很有印象 当初也是为了以防打官司 所以让公司的人去收购这家地产公司 后面也没收到什么官司诉讼 这件事也就被苏云抛在了脑后 没想到今天竟然收购完成了 自己怎么也要陪林芷月去一趟 毕竟是他待过几年的公司 跟那公司也发生过矛盾 苏云自然要去为他撑腰 早上苏云开着自己的兰博基尼毒药 往公司而去 跟林芷月约定在公司会合 主要是昨晚叫林芷月到自己家里 他怎么也不愿意来 走到经理办公室里 他正在开早会 在办公室里等了差不多20分钟 林芷月才回到办公室 一进门看到苏云坐在沙发上 林芷月惊讶地说道 你今天来得怎么这么快呀 我还以为你要过好久才来 苏云戏笑道 瞧瞧你说的什么话 我这么勤奋的人 哪天不是早睡早起 牡力工作的 林芷月当场向上翻了一个白眼 别人不知道你我还不知道吗 苏云走了过去一下 一手把他按在墙上 一手挑起他的下巴 你知道什么 我的厉害吗 在他嘴唇上轻轻地印了一下 林芷月双手推开苏云 大清早的你干嘛 等会还要去佳河地产 知道了知道了 随后简单地收拾了一下 叫来他的秘书准备了一些资料 跟着苏云 往江城家和地产公司而去 苏云带着林芷月在兰博基尼上 车祸则是一位司机带着他的秘书跟随着 江城家和地产公司 站在公司的大楼下 看着这公司大楼 不愧是做地产开发的 自家这栋大楼修的 那确实是一个精致 40多层高的摩天大厦 独特的外观设计 却是对得上他一家顶级的地产公司的名号 一路走过去报上名号 无人敢当 反而是有人在迎接 畅通无阻 很顺利地变到了公司的大会客厅 一进门苏云首先就看见了齐天高 他此刻像一只泄了气的安唇一样 完全没有当初苏云刚见到他时的那一股傲气 那一股生气 现在眼里能看到的光芒都很少很少 此刻见到他 很难将当初那的不可一世的年轻人联想起来 苏云看到了他 他自然也看见了苏云 不过他没能敢直视着苏云 反而是在看了一眼 苏云后面低下了自己的头颅 仿佛是在认错一样 是在忏悔一样 齐总 好久不见 林芷月打着招呼 而齐天高旁边一位40来岁的中年人 穿着黑色西装 看上去一个很有精神的中年人 并没有很多老板的那种臃肿和油腻 林总 好久不见 这个人神色复杂地回应道 谁又能想到自己当初手底下一个小经理 如今竟然收购了自己的公司 这一切就跟做梦一样 而且他也知道 今时今日 眼前的林芷月 绝非当初那个在他手底下干活的那个女子 可以称得上是江城第一情女子 他眼神于光披了一眼 自己旁边那泄了气的儿子 心里百般滋味 恨铁不成钢啊 关于自己儿子跟林芷月的事 他也听说过 当初自己让林芷月办了离职 为此儿子齐天亮还跟自己吵了一顿 他也是为了让儿子能不被女色所迷惑 能踏踏实实地 好好的从他手里接过这份记忆 可没想到儿子为了这件事 竟然跟他吵闹了好几天 为此他不得不妥协 可没想到 就是这么一妥协 为公司惹来了这么大的麻烦 原本在他看来 林芷月不过是一个普通家庭的人 是任由他们父子俩难捏的 所以对于儿子派人跟踪的事 他也没怎么插手 任由儿子施围 后面儿子被打了 他才开始警惕这件事 结果不查不要紧 一查吓一跳 林芷月背后的老板来历 是如此的神秘和强大 原本他们是准备请律师 将林芷月及他背后的公司 诉讼到法庭的 可面对苏云那强大的背景 他们忌惮了 他们明白 就算打起官司来也是一个持久战 也占不了什么便宜 也就没有进行诉讼 他们这边没出手 可苏云那边却出手了 从他们公司相关的人脉出手 从公司的各个环节进行针对 从公司上下游 产业 资金 工人 舆论对他们进行各种针对打击 原本他是怎么也不愿意出售 自己这家辛苦经营的公司的 可公司的现状越来越差 陷入的泥潭越来越深 而且随着林纸月背后的云顶 事迹越来越壮大 展现的实力越来越强大 财力越来越丰厚 公司很多小股东都已经坚持不下去了 早就嚷嚷着要卖掉自己的股份 也是他极力维持着 靠着自己这张老脸 以及多年的情意再维持着 可这终究不是办法 随着云顶世界披露的财产突破万一 他们再无反抗之心 他明白就算再坚持下去也是徒劳的 也只不过是困兽之斗 所以他们接受了命运 同意了今天将公司出售给云顶世纪 想必这位就是云顶世纪老板苏总吧 没想到今天还有幸能见你一面 其父看向苏云问道 姿态放得非常低 他的儿子已经跟他说过了 林纸月背后的老板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年轻人 也就跟他差不多大小 现在跟着林纸月两人连妹而来 也就不难猜到 没错 我是苏云 苏云没什么好掩藏的 大大方方地承认 齐天高的父亲没什么反应 可其他会议室的股东可就不淡定了 纷纷交头接而起来 他就是云顶世纪背后的老板啊 这也太年轻了吧 我还一直以为背后的老板是一位中老年人呢 他是怎么拥有那么大的产业的啊 那些人的议论苏云自然都听在耳里 不过他依然很当然 没有半点的波澜 苏总 林总 咱们签约吧 其父没有理会那些议论生直接说道 他已经没有了什么反抗之心 也没有再想拿回自己公司的雄心壮志 此刻的他 早已失落无比 只想快点签约 快点拿钱走人 多在公司里留一分钟 那就多伤心一分钟 这可是自己带了多少年的地方 回想着从一间十几平的小办公室发展成 今天这个几百亿的规模 竟然会毁在一个女人手上 他既无奈又心酸 林纸月很快上去与他签订合约 然后又与一位又一位的小股东签订股份收购合同 整个会议室里除了齐天高户子俩愁眉苦脸以外 其他人都是欢声笑语的 在不停地恭维着苏云和林纸月 果然 人与人之间的悲欢是并不相通的 签订合约以后 苏云马上把钱转给了他们 收到钱以后 其父带着齐天高火速地离开了会客厅 两人落荒而逃 他们受不了这里的疑问声 随后林纸月召开了公司大会 宣告了公司已经一主的事情 告诉他们 家和地产已经被云顶世纪给正式收购了 这些人先是一惊 再是一喜 整个会议召开得无比顺利 每个人都精神饱满 积极性十足 苏云跟林纸月两人都比较意外 其实这主要是这些公司的员工早已做好了这个心理准备 这段时间云顶世纪不断地针对他们公司 他们是知道的 甚至公司里整天都是人心惶惶的 被云顶世纪这么一座巨无霸所针对 谁能不慌 现在知道公司被收购了 反而放开了心 输了一口气 既然云顶世纪买下了他们公司 就不会不管他们的 甚至反而可能趁这次机会 更上一层楼 自然每个人精气神都回来了 精神状态更加的积极饱满 很快 在一切事情都安排妥当后 苏云跟林芷月离开了公司 刚从佳河地产公司下楼 苏云接到了一个电话 在大厦楼前 苏云看到是基地队长黄虎来的电话号走到了一旁 黄队长 有什么事吗 苏云啊 是这样的 前两天基地的一个人到人平市去执行的任务 可今天传来消息 任务受阻 他受了重伤 需要紧急支援 我这边有事情走不开 所以需要你去一趟 黄虎有些着急地说道 没问题 我马上赶去 这一次的敌人是谁呀 有没有资料 没有 敌人未知 你要小心 这次去执行的任务的人 是咱们基地的第三高手杨天秀 当然是除了你之外的 他也是一个达到地级中期巅峰好多年的老手啊 没想到这一次却是出了事 这一次来的敌人很不简单 根据杨天秀所说 这个敌人的实力超过他许多 初步估计来看的是地级后期低段以上 原本里山也是可以去的 可他毕竟是刚入地级后期没有多久 没有你来的保险 来的安稳 所以还是需要你亲自跑一趟 好的 我知道了 黄队长 我马上赶到机场 苏云回应道 他决定亲自出手解决这件事 这也算是自己刚上任队长以来的第一件事 要把他做得漂亮 你直接来基地吧 现在暂时还没有什么班次的飞机往人平视而去 你直接来基地 咱们这边用直升机送你过去 黄虎补充道 好 我马上赶过来 事情的紧急苏云也是知道的 不然基地也不会这么着急的 要派直升机带自己过去 苏云刚打完电话 林芷月便走了过来 急忙问道 苏云 出了什么事了 看你有些着急 苏云露出了一个微笑 能出什么事啊 我公司都在你手里 出什么事了你不清楚啊 放心吧 我没事的 我一个朋友遇到了一点急事 需要我过去处理一下 所以我现在要马上赶去 就不能送你回公司了 苏云肯定是不能把基地组织的事告诉她的 那样除了了让她担心以外 没有别的作用 M 听到苏云的回答 林芷月脸上担忧的神色才渐渐消退 她深刻地相信着苏云 也相信没有什么事是苏云做不到的 你放心去吧 我跟小玉一起回去就行了 小玉是她的秘书 苏云点了点头 那你们回去吧 我先走了 苏云快速地赶到了自己的停车位 开着自己的兰博基尼毒药 飞速地往江城基地而去 在苏云的快速下 只是半个小时苏云就到基地了 第一时间便找上了黄虎 黄队长 我来了 走进她的办公室 看着她一脸愁容地坐在自己的位置 看着苏云这么快就来了 她的脸色才好转一点 苏云啊 这次要麻烦你了 麻烦你一定要将杨天秀给带回来啊 她可是咱们基地的那个成员了 跟了我好多年 历过无数功劳 为整个基地解决过许许多多的麻烦 苏云点了点头 你放心吧 黄队长 我一定将她给你带回来 话不多说 黄虎立马开着车带着苏云来到了基地的停机坪 此刻一辆军绿色的直升机正停立在停机坪中间 驾驶员正在飞机旁直直地站立着 看着苏云两人过来 她立马绷紧了身体 行了一个礼 黄队长 苏队长 小林亚 前面我已经跟你说过了 我就不再重复什么了 你快速把苏队长送到任平市去 这关乎着咱们一位龙组成员的身家性命 是 保证完成任务 她再一次行了一个礼 没有过多废话 苏云直接上了直升机后座 随后在黄虎七一目光下 直升机缓缓地驶离了基地 直升机速度很快 很快便飞在了高空中 将城市距离任平市也才几百公里 很快就能到 苏云坐在直升机的后排 省眼看一下外面的天空 可一大部分注意力却是在驾驶员的身上 防止她有什么异动 苏云可不想再经历一次 上一次执行任务途中的事件 遇到一个想干掉自己驾驶员 时间流逝 很快便到了仁平市的机场 直升机停在空地上没有引起任何波澜 来之前基地的人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安排 早已跟这边进行了对接 请这边的人进行密切的配合 自然不会出现上次在机场出现的那种干大场景 下了直升机后 一个穿着一身制警服的中年男子立马走了过来 他的身后还跟着六个警察 显然是一个小队伍 一看到苏云他立马行了一个礼 苏队长好 我是仁平市警察局局长贺奇 苏云露出温和的笑容 你好 我是龙祖苏云 一般每到一个地方都是由那些局长 配合龙祖进行着任务 这位贺奇局长既然在这等着自己 那肯定是知道了自己的消息 苏云也没有隐藏什么 至于看到贺奇对自己行礼 苏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 今时今日以苏云的地位来说 那足以跟省厅厅长并驾齐去 受到别人的尊重 高看 那也是再正常不过 跟着苏云一起过来的驾驶员 看到这一幕并没有什么反应 他自然明白龙祖成员的身份地位 也知道着苏云这个队长的身份代表着什么 所以并没有什么意外之处 可跟在贺奇身后的那几个警员 就不是这么想的了 他们脸色微变 没有起多大的反应 可心里早已是涌起了滔天巨浪 他们都在好奇着这个年轻人究竟是谁 是什么身份 什么来头 竟然能让自家的局长这么地尊敬 要知他们局长就算是面对市长 那也不会如此地尊敬 如此地低姿态 可面对苏云却偏偏如此地尊敬 他们疑惑不解 贺局长 可以麻烦你告诉我 之前那位龙祖成员是在哪里出事的吗 苏云盯着贺奇的双眼问道 苏队长 之前的阳队是在黄平区郊区外的一座废弃旧工厂出事的 随后他脸上露出一片回忆之色 昨天夜里 我们的人查到了一个线索 说这次闹事的人出现在黄平区那座废弃旧工厂里 然后 阳队就带着三个警员 快速地赶去了那工厂 龙祖成员的实力 苏队长你也是知道的 以往出手都是无往而不利 这次的阳队也是一个来这里执行过多次任务的高手 我跟他也有几分交情 对他算是了解 知道他在咱们江城也算一个高手啊 对他我是百分百的信任 可没想到这次 竟然在这里出了事 原本阳队带着几个警员去后 我们就在等待着消息 原本以为阳队能轻松解决的 可今天早上我们起来的时候 发现阳队那边还没传来任何消息 我们急忙跟那边的人联系 可也没联系上 全都联系不上 说着他深深叹了一口气 呃 没有任何消息 我就有了一股强烈的不好的预感 带着手下的几个警员 赶到了那座废弃的工厂 可在那里 我们发现纳了手底下几个兄弟的尸体 正是昨天跟着阳队一起去的那几个弟兄 不只是这几个兄弟出事了 就连阳队也毫无踪迹 不知所踪 完全联系不上他 现场十分的惨烈 经历过剧烈的打斗 有许多的血迹 甚至在那里我还看到了阳队的一条手臂 他悲呛地说道 没想到这一次的敌人如此难缠 是我没人弄清楚敌人的情况 是我害了阳兄 害了手底下的兄弟 他的眼里饱含泪水 显然是在强力地忍耐着 努力不让眼泪从眼眶里流出来 苏云还是看到了他眼角那湿润的痕迹 也感受到了他的真切实意 他是真正的伤心 难过 贺局长 杰来 这是怪不了你 是这一次的敌人过于狡猾 连阳队都不是他的对手 要对付欺骗你这种普通人 对他来讲也不是什么难事 只能说敌人太狡猾 我们也没做好防备 哎 贺气再次长叹一口气 沮丧地摇了摇头 走 带我去工厂看一看吧 苏云直接说道 现在苏云不想再浪费任何时间 只想快点赶到现场 看能不能找到什么线索 万一洋队还活着呢 那就能对他展开救援 时间就是生命 容固得半点的浪费 苏云跟和其坐上了一辆警车 在警员的带领下 快速地向废弃工厂而去 车上 苏队长 敌人来历不明 实力不明 你看你是否需要小心行事 贺气有些担忧地问道 他以前可是听杨天秀说过 杨天秀是江城省整个龙祖基地的第三高手 连他都折戟在这里了 他有点担心苏云行不行 其实这一次是省公安厅厅长亲自告诉他 让他来接人的 说是这次来的人 绝对有实力解决这件事 并且要他像尊敬自己一样尊敬那个来的人 还告诉他这次来了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年轻人 告诉他不要担心 更不要小看苏云 要相信苏云有实力解决这件事 这也是贺气在机场看到苏云是为何那么尊敬的原因 虽然厅长告诉他苏云有能力解决这件事 可他仍然不免有些担心 毕竟是苏云太年轻了 年轻的可怕 他还从未见过如此年轻的龙祖成员 所以担心苏云究竟能不能完成这次任务 万一苏云原因失败了 可能葬送的就是集体 连他们几个也可能逃脱不了毒手 苏云看着他那有些担心和质疑的神色 淡淡地说道 放心吧 贺局长 我绝对有能力解决这件事 你看我像那种不心命的人吗 贺琪严肃道 既然苏队长有信心解决这件事 那我就舍命陪君子 这一刻他也不在乎了 苏云这种年轻人都不在乎他活了大几十岁 还怕什么 难道越活越回去那不成 连一个年轻人都不辱 这一瞬间他只想查明真相 找出凶手 以此来告慰几个兄弟的在天之灵 这一下车里变得很安静 几人都没有再说话 车辆快速地行驶 车窗外传来一阵阵呼呼的风声 几人终于来到了这一座废弃工厂 苏云刚一下车 一股恶臭就迎面扑来 走进院里 杂草丛生 各种绿黑色的青苔已经盘满了地面 墙壁已经泛黑 那是水滴流过的痕迹 有的墙壁已经粉化 凋落一块又一块的白色粉末 走进厂里面 地面已经铺满了灰尘 来到了他们打斗的地方 这地方有许多新的印记 甚至有几根木材都已经四处断裂在地上 地上的灰尘也重新染上了全新的印记 地上和墙上都还有一些黑色的血污 传来一阵阵血腥味 看来这却是经过一场剧烈的厮杀 几人都没有说话 静静地看苏云观察着 没有出言干扰 打乱苏云的思绪 苏云看着这打斗痕迹 来到了一个窗边 地上洒满了破碎的蓝色玻璃 看破碎玻璃周边的痕迹 很明显是刚破坏的 玻璃是用了很长时间的玻璃 却是昨天才刚打破的 而窗台上还有一滴血迹 苏云一跃而起翻过窗户 跳到了外面的地面上 地面上很明显有两个不同的脚印 两个脚步都很重 一前一后的地面那些疯狂生长的野草 都被踩得塌陷下去 苏云寻着这痕迹 不断地走着 来到了墙角 再纵身一番 来到了工厂外面 继续跟着那残留的痕迹 来到了一条大路上 在这除了两滴血之外 再没有看到其他的东西 这宽大的大油路 把一切都给遮掩了 没有塌陷的草地 也没有血迹 一切的线索到这里就断了 苏云皱了皱眉 这也看不出什么 只能看出经过一场了战 然后一逃一追 苏云等了一会儿 贺奇几人才慢慢赶了上来 贺局长 今天你有没有派人搜索过这周围 苏云开口问道 根据现场的情况 以及事后的反显来看 受伤逃走的那个人是杨天秀 他断掉了了一只手臂 跑也跑不远 绝对还在离这工厂不远处 所以苏云才会问出这话 贺奇脸上面目干大之色 苏队长 情况紧急 我们第一时间就上报了 还没来得及搜索周围 他又难为情地说道 另外 我觉得让兄弟们来进行搜捕 如果遇上了那个犯人 也只会白白丢掉性命 所以并未轻举妄动 现在我们一直听你的指挥 苏云闻严厉威有些不满 但并没有出言则怪 虚利避害 人之常情 贺奇说的话虽然不好听 却也是事实 那人既然能严重伤害到杨天秀 实力也必然已经达到地级后期 这种人对付普通人 一等百 那是轻轻松松的事 普通人再多 对于这种强者来说 也不过是一个数字而已 如果真想出手 那绝对活不下来 贺局长立刻安排人搜索周边 有任何情况立即告知我 苏云不容置疑地说谈道 好的 苏队长 我马上安排人过来进行地毯式搜索 就这样苏云站在原地 等待着贺奇打电话 安排警察局的人来 大概过了十多分钟 贺奇走了过来 苏队长 一切都已经安排好了 马上就会来人进行搜查 苏云点了点头 贺局长 可以告诉我 这个犯人犯了哪些事吗 来得太过匆忙 我还没有详细地了解 可以 应该的 苏队长这是说来话长 我们到车上去慢慢细说吧 苏云跟着他到了车上 事情是这样的 听着贺奇的讲述 苏云也大概了解了情况 根据贺奇所说 这个人是在半个月前出现的 而且这个人极其的变态 他专挑有钱人 富豪来杀 每隔三天就杀一个 过去这半个多月 人平市已经有五个富豪 死于这个人手里了 而且每个人的死法都极其相似 都是被捏断了脖子 砍掉了双手 这半个多月以来 人平市人心动荡 各个富豪每天都上门请求保护 甚至连整个人平市的经济 都有所影响 刚开始他们还以为 只是普通人的求富 或者是普通人的复仇 只是普通人之间的战争 可后面他们派遣人手保护在 人平这些有名的富豪身旁 终于有人目睹了富豪被害 看到老人能凭空乐器几层楼高 贺七这才明白了来的人很不简单 不是普通人 是一个舞者 所以他立马向江城基地 请求支援 帮助 然后就是杨天秀的到来 这个他有个好几次合作的熟人 他的心也终于放下来了 认为这件事可以高枕无忧地解决了 可没想到昨天夜里 这个人露出了踪迹 并且告诉他们在这座废弃工厂里约见他们 而杨天秀一高人胆大 只带着几个人就过来了 可没想到这一过来 直到今天白天 都是杳无音信 他们过来时才发现出事了 出大问题 立马紧急地联系到了江城基地 将事情简单地说了一遍 然后那边就派了自己过来 在这个过程中 苏云也了解到 这个人特别地爱财 每杀死一个富翁之前 都会让那个富豪把手底下能赚的钱都赚出去 他们也对富豪手底下账户上的钱的流通 做了一个调查 最终发现这笔钱流向了海外几个账户 分布在几个国家 根本找不出是谁 他们也只好放弃掉这条路 苏云听完贺奇的话在沉思着 手指放在膝盖上有节奏地敲动着 既然这个人喜欢钱 那么苏云可以很好地利用这一点引他上钩 反正自己最不缺的就是钱 不过目前当务之急是找到杨天秀 如果他还活着 需要尽快对他进行救治 保证他的安危 这也是自己这次来的任务之一 都是同一个组织的人 而且黄虎也是特意提过的 能救则救 不愧是是警察局局长 事情安排下去 很快便有了反应 几大车的警察一起过来 苏云忙扫了一下 来了三十多个警察 十多条警犬 这些警察一来 马上开展了行动 纷纷让手底下的警犬对着杨天秀的血迹 秀了一秀 便四处散开 去进行搜查寻找杨天秀的踪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